第891章部周山玉虚论道 高大男子看着那桀骜不驯的红甲少年 感知到对方实力不过如此 也就是寻常小山山神的水准 实在是无法相信自己的同僚所说的 连弯都不转直勾勾地扑杀过来 只是那剑客对于这件事情言之凿凿 高大男子沉吟了下 看到那少年的实力不强 底蕴也寻常 皱了皱眉 为何不能杀 那剑客一拳砸在少年胸膛 砸得那少年降灵痛得一时说不出话 额头渗出冷汗 方才收回视线 面无表情 其名或去病 欲虚门人 欲虚门人 高大男子呢喃着这四个字 明白了队友的顾虑 旁人杀也就杀了 可是欲虚门人 偏偏是欲虚门人 是那位擅长因果之道的十大巅峰门下弟子 此刻以浊气遮掩尚且还行 若是杀了他 那么必然被察觉 会暴露自身 会令自己等人在轻视的气息提前暴露 故而杀不得 甚至于以浊气污浊其真灵也难以做到 这同样代表着原本真灵的死去 会引动因果察觉 这个时候 高大男子真切的感受到了因果和天机这两类概念 为什么会和命运同一个等级 好吧 他我明白了 那其余人呢 这么多 全部都是所谓的欲虚门人吗 他抬眸 凌厉的视线扫过前方 在那少年背后 还有着一个个衣衫蓝绿的人 身上被一层层的阵法封印 面容沉默 像是一个个狼狈不堪的奴隶 数目足足有数百之多 他反应过来 如果只有这一老一少两个大不了直接带走 不成气候 可是这里足足数百人 有各类种族 这就足够说是个累赘了 全部杀了 剑客沉默 突而弹出一道剑气 映照左右 于是可以清晰的看到 那少年将领的契机和这数百名衣衫蓝绿 如同奴隶般的人的契机直接会合为一股 是为独人族的兵家战阵 起买相连之术 剑客木然道 我已经尝试过了 在抓到他们之后 他就一直和这一批北海出身的生灵契机共鸣 这是一种奇怪的阵法 对于致命伤害会平摊 而这个家伙的实力 其实在这些人里面算是中等偏下 想要杀死他们的话 他会第一个死 那少年将领冷笑着面试着他们 剑客突然动手 手中的剑重重砸在了那少年将领的头上 在他头上砸出争鸣伤口 然后重重一脚将其踹翻在地 不断地用脚狠狠地砸 才让少年伤势越发严重 但是这样的重创居然也不曾打断气机相连 唯独那数百名北海精锐沉默无言地站着 有人忍受不住 踏前半步 却被那少年将领抬眸冷眼盯着 于是只能慢慢收回右脚 哼 赤个刺耳头 剑客狠狠一剑翘抽在少年将领脸上 鲜血飞剑 而少年被打得亮枪 只是吐了口袋血的唾沫 神色阴翼而桀骜 冷笑道 哟 没吃饭吗 就这么点力气 我家小娘子打我的力气都比你大 剑客神色铁青 握着剑柄 恨不得一剑杀了这小子 最后也只是重重一脚踹在他胸膛 将那人间顶尖工艺和北海工匠服录制造的铠甲 踹出了大片大片的裂系 整个人朝后飞出 砸在阵法 面色痛苦 一抹红色从少年将领铠甲中间飞出去落下 过去病面色一变 下意识扑过去要抢回来 却被一只脚直接踩住手臂 高大男子俯身 将他想要夺取回去的东西剪拾起来 看到那是一面旗帜 稍显得深沉的红色 周围相以黑边 上面以古朴的方式写着一个大字 还 还给我 过去病猴中低生用猴 哼 不过是几百个废物都带着巴 高大男子冷笑 随手一震 那一面大汉军旗被扔下来 而后在霍去病去抢夺的时候 一脚踩在了这仅存一面的 由当年魏清亲自交给霍去病的大汉军旗上 鞋底带着无血和泥泞 狠狠地撵了撵 最后带着怒意将霍去病以半薄的进气横砸出去 面色阴冷 到时候将他们驱赶在前面 用作诱饵和炮灰 区区不过这几百个凡俗 有什么用 扶袖转身 大步离开 旋即过了没有多久 把叔弟老爷子也给扔了过来 老爷子骂骂咧咧地 看到那边少年将领 看到那数百名北海瑞士沉默无言 将那少年护卫在中间 这一段时间如果不是祸去病的话 他们基本上会被全部杀死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少年将领被拷问 他们有神族血液 有水族 有凶兽化形 此刻却都静默无声地注视着被放进来的书 甚至于说 是始终带着这样平静压抑着的目光注视着那些灼气神魔 将士在寒冰之下流动着的容颜 只能听到呼吸声和那层层锁链晃动的细微声音 无声无息的速杀之气仿佛水流一样流动着 叔弟缩了缩脖子 正打算干笑着说话 然后看到那边的少年亮亮呛呛起身 把那一面旗帜拣拾起来 抱在怀里 低着头 好一会儿突然道 老爷子你也是被抓来的 是啊 唉 都怪老布周 那一巴掌实在是不留情 叔弟懊恼着吐槽 最后看了看自己身上镇压实力的锁链 也只是挫败 离法子 当年把根基底蕴一份 就只剩下辅助类别的全能胎化一行了 这玩意和老胡的练甲还真联手 还是有几分手段的 可分开来就很鸡肋了 至少是不擅长强攻的 NND 要是有老布周那本事 一逼都一个全都给拍死 自己一辈子英明 磕磕 勉强一辈子英明 看了不知道多少的乐子 这没想到啊 没想到 自己最后反倒是要变成乐子了 可恶 最好老布周和乎都不要发现我 死 可以变成乐子 不可以变成乐子 然后被老布周和呼嘲笑 那我哪怕是死了都得爬出来 少年黑然笑道 那要不然我们联手 这帮人看起来是打算要做些什么 书弟迟疑了下 感知到那些浊气神魔都把自己这边当作是炮灰 因为不觉得还能翻起什么浪花来 也就完全不在意再说些什么 放下心来 咕弄着道 可以是可以 可是怎么来 你有多少人 或去并垂眸 看着手中那被采得沾染了鲜血和泥泞的战棋 当年被舅舅递给自己的时候 这战棋如同炎汉一般赤烈如火 当时的他所率领的青勇齐八百 此刻故人都已经失去了 当年的记忆只剩下了自己和这一面古旧的战棋 而记忆当中 炎汉的灰光也仅存于此了 他沙哑着声音道 原本是一千人折损了些 我现在还有八百青棋 背后本来对于他率军桀骜且不服气的八百北海精锐沉默无声 其其踏前半步 君荣肃杀之气在沉默中阴晕着 和少年气机相连 沉重的空气中 仿佛有赤色的巨龙在他背后生腾 烈烈炎汉 皆可死战 书弟看着那仿佛真实的煞气 喃喃自语 胎化一行 谁说 胎化一行必须是血肉之躯 我好像 有法字了 少年看着战棋 小心翼翼地折好 放入怀中靠近心脏的地方 舅父 大汉的战棋 一定会飘扬起来的 在你们这帮阿渣玩意儿的坟头上 魏冤柔了柔眉心 把自己手里的书卷收拾整理好 放到了柜子上 看着外面蓝色的天空 曾经存在的山海烈戏已经尽数抹平了 喝了口旁边的奶茶 咬着纸直的吸管 本来他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需要去尝试唤醒吃油和邢天的身体 需要去涂山一趟 但是现在都被压下来 暂时往后眠拖了拖 连煮酒鹰都不知道做什么去了 短暂联系不上 所以也没办法把邢天吃油的战魂捞出来 他看着还在翘中的长安剑 将自身的沙翼 沐翼 煞气全部都寄托于其上 这是非常简单的杨剑士的法子 他在大唐的时候就已经极为熟悉 本来是当作杀招的 可是后来发现 西行一路上遇到的什么妖魔鬼怪 还是军队强人 在那僧人一根水魔缠杖之下 简直就是是四个大字 众生平等 后来 后来那和尚没了 这本来是为了帮那和尚的杨剑士的路子 本来可以用上了 可是那时候的游侠二 发现放眼天下偌大 竟然也没有什么敌人 值得自己用上这一招 哪怕是所谓的元臣天神 也不过只是一件的事情 去世养见 也不过是无趣 现在魏冤早已经过去了胃口大增的时候 早饭只是豆腐脑 还有油条 茶叶 但这些简单的 吃早饭的时候 魏冤随意和绝说了一声 说自己今天有事情 不周山那边的讲法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 大荒帝郡自群星之上来 在天地山俯瞰外界 回望羽王四文命 后者现在精神头儿还好 颇有些心念不灭 神魂不死的味道 羽王挑了挑眉 道 你要出去 是 去打架 或许 帝郡不置可否 平淡道 我先要看看橙色 至于之后 四文命 我要你帮我一件事情 帮我去和一人比试厨艺 比试厨艺 羽王一正 而后大喜 爽朗大笑着 哈哈哈哈 终于能够有人欣赏到了老子 可可 欣赏到我的厨艺了啊 帝郡 你是个有眼光的 你是这个 羽王竖起大拇指 而后拇指指了指自己 道 我跟你说啊 当年这三界八荒 无数人族聚落 我们都走过了 我和阿渊两个人厨艺联手 那叫一个嘎嘎乱杀 吃了的无不倾倒 到处好评啊 阿渊的负责好评 我的负责乱杀 阿渊负责做菜 我负责嘎嘎 帝郡神色冷淡 道 那么 本座会期待着的 他踏出天地山 走下天界 走在大荒 而在这个时候 布周山老伯赤足卖布 旁边是女娲时常之一的昭阳 是神色冷淡 刚刚脱困 未曾恢复全盛时期的水神贡公 以及失忆的白衣少女 而大荒稀奇之下 烟鸣也踏出了自己的行宫 所有诸神的目标 乃至于是大荒众生的目标 都是一个 天柱布周山 而这个时候 白发道人走出了博物馆 第892章相逢不相识 老街的阳光温暖和煦 未约伸了个懒腰 外面捏了个障眼法 别人看上去他还是那个黑发伶俐 穿着黑红二色的运动服的博物馆馆主 看上去还是很年轻 决送出来 笑着道 注意安全 不要逞强 白发道人点了点头 玩笑着道 你看我什么时候不自量力逞强过 一直啊 少女笑容优雅完美 连表情都没有变过 道人脸色一僵 而后挠了挠头 解释道 放心 其实没有什么危险的 今天这个可以算是一种陷阱了 真正的目标其实是浊气 和 龟虚之主那边其实很难缠 当年如果他没有再上古陨落 而是和祝容一样突破到了十大巅峰 有十大巅峰坐镇的龟虚 就真的是庞然大悟了 不过现在还好 龟虚还没能成了气候 我先把龟虚行走解决掉再说 觉得脸色微微凝致了下 嗯 你面前就有一个龟虚行走哦 很有天赋的那种 少女的表情很快恢复过来 而后一拍额头 道 啊 差点忘了一件事情 约你等一等啊 他转过身 踩着拖鞋哒哒哒地跑进去 然后翻找了一会儿 又急急地跑回来 把一个东西交给魏渊 这个阿渊你拿去 铜钱 魏渊正柱 看到了手上是一枚黄灿灿的铜板 问了下 想着觉什么时候收集了这些玩意儿 只是很快就反应过来 感知到了这一枚铜钱上郁郁的因果力量 斩断法宝和周围一切的联系 强行收取法宝 不 没有那么简单 原始天尊捏了捏铜钱 眼眸微脸 看穿了里面的真相 嘴角抽了抽 不 不是斩断联系这样的简单 而是强行递节因果 可以用这一枚铜钱买来所有的法宝 强行递节买卖因果 一枚铜板买进天下 还是分期付款 先纳到领保再给钱 简直是无耻至极 这是哪个极品黑心商人制造出来的领保 资本家见了都要流泪 直呼内行 失忆见了都默默掏出麻绳来了 这是我偶尔得来的 对冤你有用吗 魏冤点了点头 道很有用 毕竟是一类因果的运用方式 虽然说这样的因果涉猎让魏冤都得直呼内行 他闭了闭眼睛 沉吟片刻 而后拉住少女的手 把铜板重新放回去 然后把少女的掌心合拢 绝愣住 哎 不喜欢吗 不 很喜欢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非常喜欢 魏冤张开手 一枚虚幻的洛宝金钱再度浮现 其上同样有诸多的大道名文 真实不虚 散发出因果的味道 作为因果的极限 魏冤可以主动或被动容纳各类因果于自身 洛宝金钱这样因果运用的方式 他只是稍微看一眼就能够弄明白了 这就是福西帮他遮掩天机时候的感觉吗 落宝金钱 好古老啊 这样的因果可以不可以直接嫁接到现代的数字支付上 嗯 0.01元的红包强行购买全场 果然是哪个历史上的黑心商人搞出来的法宝吧 这职业特性也太明显了 有这样的材料和涉及因果的宝物法则 不去搞那些必中的神兵 类似于西方神话里的干戈尼尔之类的玩意儿 居然弄了各强买强卖发生气 简直是堪称沃龙凤厨 魏冤心中吐槽 看着邓大眼睛呆住的绝 语气温和地道 不过 这一枚领宝的因果属性已经被我掌握了 这东西对我来说 就没有什么必要性了 绝你先留着护身吧 嗯 嗯 好的 手里粘着那一枚落宝金钱 昆仑归虚行走绝陷入沉思 没用吗 冤好感度提升失败 少女柔了柔眉心 手指底着落宝金钱 安宁温和 只是不知为何 似乎是和某位道人相处的时间长了 昆仑最小天女的脑海里 下意识浮现出了一个念头 那可不可以再转卖给归虚啊 之前看那个归虚镇守 似乎很想要买回去的 魏渊手里把玩着那一枚自己幻化出来的落宝金钱 老街的邻居好奇的看着这位年轻的博物馆主 看到他难得出来 道 魏老板是要出门吗 嗯 工作上有点问题 魏渊屈指弹起落宝金钱 反手握在手中 无声无息那枚领宝换行消失不见 想了想 琴正微笑道 算是去开个小会 很快就回来 哦哦 这是在外面有店面了 也不能这么说 大概会有个小分店 有两个店员 这次勉强算是在报告会 魏渊想了想 给出了答案 嗯 报告会 对现存十大的报告 另外 麻烦拿一杯奶茶 多糖 少冰 多家御园那些小料 从邻居那里拿到了 今日份给挖黄头喂的零食 魏渊在奶茶店邻居那种 年轻人终于出息了 终于不吃软饭了的目光注视下走开 在他们的目光中 魏渊一直走到道路尽头 而实际上 早在无声无息当中 他已经离开了人间界 昆仑山海界元朝歌城遗址 张浩懒洋洋洋的坐在石头上 看着眼前的风景 这个来自于上古时代的城池 在人族基建狂魔的特性之下 完成了迅速的更新迭代 钢铁从林拔地而起 短短时间内 已经是翻天覆地一般 这是他第一次知道 土形修士和纸地成钢神通 还有这样的妙用 那个喜欢拼城市手办的土形修者 三天时间就能把整座城市的地基 和地下设施给挖出雏形来 效率高的离谱 张浩打了个哈欠 看着小师叔祖阿璇呆呆地站在那里 不知道在想什么 反倒是那小凤凰凤四语开心得很 脱下鞋子 一双赤脚踩在溪流里玩耍 时而泼水泼洒向小道士 少女眉宇灵动 一双赤足白生生的 清秀空灵 除了特别能吃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问题 嗯 特别能吃 龙虎山大魏王比赛第一名蝉联了好久 最近西拜于饕餐之下 饕餐变成晋云士之后 仍旧击败了少女 只是根据赵公明师叔小道消息 晋云士获胜之后 在厕所里蹲了足足两个小时 似乎是拉虚脱了 不过 奇怪 阿璇小师叔是不是长大了点 张浩扶着下巴 觉得几十年都一个模样的少年道人 似乎有所成长 从原本13岁模样 始终无法长大 还会周期性失忆的模样 现在看上去约莫有个15岁了 什么时候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是从认识魏馆主开始的 还是说从认识了凤四语开始的 明明之前他都不会成长的 天师都说是不知为何他本源会流失损失 始终无法成长 凤姑娘 我们得先继续出发了 要去找魏馆主的 阿璇看着那边玩水开心的少女 劝说他 少女也只是说再玩一会 阿璇叹了口气 双手撑着下巴看着凤四语玩水 龙虎山上下 至少是他是跟着老天师长大的 所以相当不擅长和同龄女孩子打交道 嗯 大概同龄 他恍惚了下 仿佛看到了虚幻的过去 自己似乎刚刚出生 被母亲抱着 一位看不清楚模样的青年男子砍伐了大荒林书林木做了古琴 自己拉着琴弦松开 琴弦睁睁而响 被这灵气振动搅动 一只小凤凰破翘而出 喂 想什么呢 一声呼喊让阿璇回过神来 眼前才不过两个拳头的距离 凤四语贴近了看着他 一双眸子亮晕晕的 晶晕剔透 衣衫有部分浸湿了 曲线玲珑 带着那种甜蜜而柔软 像是雨水下花海的清香味道砸在脸上 让小道士的脑子都迷迷糊糊的 那模糊画面突而消散 只剩下了浴火而出的小凤凰 难道发烧了 凤四语伸出手摸了摸小道士的额头 觉得只是火焰印痕那里一片滚烫 而且似乎有越来越烫的趋势 忽而一只手掌按在了阿璇头顶揉了揉 那种炽热的感觉就消失不见了 小道士恍惚了下 看到那边的白发道人 愣住 而后惊喜到 为管主 不要叫我管主 叫我老师 为冤心中赋匪 面容微笑汗手 看着阿璇眉心的火焰痕迹 心中微臣 方才这当年由祝容 贡公 还有他三人封印起来的赤裂大洋之气 居然有破风泄露的趋势 是因为来了这里吗 靠近了祝容 为冤案下面头 将这封印重新安稳加固 和张浩打了个招呼 看向阿璇道 走吧 随我去一趟布周山 有你的姻缘在 四语 凤四语道 去布周山要做什么 为冤想了想 大概是听客听到 少女面色一致 回忆起被网客支配的恐惧 脚脑袋皇帝像是波浪鼓 不去不去不去 我就不去了 为冤没有强求 现在她的行动都是随心而动 笑道不去就不去 去了也只是看一场热闹 那四语你现在这里带着 不要看我 我身上那杯奶茶不是给你准备的 凤四语满脸矮 怎么可以这样的表情 为冤嘴角抽了抽 只好又从袖袍里掏出了坚果之类的地过去 可恶 当年她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 就不应该习惯性地为她吃坚果 她吃的蟹黄花生和瓜子 阿代木之类的果实 已经足以让为管主肉疼不已 算了过一段时间在上太青天敲诈一顿福西 然后强行收缴那家伙的不当得力 为管主默默做出了决定 谁能够放弃揍福西一顿的机会呢 她看向旁边正在嘱咐少女不要在这里乱来的小道士 抬眸看着人间借在大荒的布置 之前知道了 五猴也在这里 似乎在打算将相对而言平面结构的五猴奇门 直接变成囊括空间的立体式的奇门遁甲 毕竟以前不具备在上空 在地下布下奇门 并且随着主持者的心意变化正式的手段 现在有各类科技装置 完全可以将奇门遁甲再度提升一个层次 这家伙真的是停不下来的性子啊 魏冤心中遗憾 给他留了一封口信 然后拉着阿璇往布中山的方向走 阿璇心中自来到这大荒昆仑之界 欲就有的忐忑感觉逐渐平息下来 道 魏管主 我们要去哪里 去门派里 门派 嗯 欲虚 是欲虚观吗 阿璇得出了和老道士张若素一样的结论 而白发道人笑了笑 道 不 他看着天柱 语气平淡道 事欲虚功 哭 总算是道了 魏冤那小子 真是不让人清闲啊 这是哪啊 一身道袍的张若素叹了口气 但是虽然说是如此 其实他身躯颇为愉快 对于修为寻常的人 人间界那样的环境更适合打基础 灵气浓度相对适宜 不至于因为过高的灵气而忽略了基础的方式 但是对于张若素来说 人间界在限制他 之前这首山海猎戏也是因为那种环境让他更舒适 往后已经决定在实力抵达一定境界之后 就将那些修饰迁移到大荒昆仑地界 当然这还是只是一个构思 一个构想 还需要漫长的时间进行准备和完善 老道人自嘲一笑 这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飞升 张若素扫过周围 看到有无数的声明在往这里赶 但是未必能来到 所谓有缘者来这四个字 被原始天尊说出来 就已经是一道斥令 是真的只有有缘者才能抵达 而后老道士看到有树刀戴着敌意的身影前藏 冷笑树生 右手按了下瓷熊龙虎斩鞋键 没有动手 只是反手解下来腰间的酒壶 然后看向背后遇到的同行者 那是一位骑成青牛的白发老者 看上去年岁已经很大了 自称是九十余岁 张若素觉得管他九十几岁 肯定比已经一百三十余岁的自己要年轻点 而牵着青牛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唯语温和 面容端庄 耳垂尤其大而圆满 黑而浓密的头发结成了很复杂的古朴发迹 有点像是古印时期的 老道士也摸不准 因为严格意义上 那个古印文明已经被灭绝了 没能存续下来 他也没见过 张若素是循着未冤留下的一枚落叶的指引过来的 在来这里的路上和这一老遗少相遇 一路闲谈 谈天论的说道法 颇为投缘 知道这就是未冤所说的 自己会感兴趣的朋友 心中甚是开心 好啊 好啊 那小子这次总算是没有坑老夫啊 指了指一处平坦的地面 笑着道 大概就是在此处讲法说道 这位置不错 来 小家伙坐 那少年还要还礼推辞 被老道十一巴掌拎着后衣领 像是拎起一只小奶猫一样拎起来 四肢垂落 满脸猛逼 然后放在石头上 张若素大力拍了拍那古代发迹 看着猛逼的少年 大笑树生 而后看向那自称九十余岁的奇牛老者 自来熟地伸出了酒壶 笑道 上好的美酒 要来点吗 嗯 小老弟 第八百九十三章所谓原法 不周山下一处隐秘至极的猎系当中 竟是为周的男子左右张望 皱了皱眉 周身有一道道纯阳至刚的龙形契机流转不定 掩盖因果 遮蔽契机 这里乃是当年浊气大战的时候在大地撕裂的裂痕 是在归虚当中耗费大量的功勋换取的 不远处 队友苏可儿手中托着一枚流转着的欲剪 同样掩盖因果 其余几位队友都各有手段 都是在这几次任务当中有所奇遇 得到了对因果天机具备遮掩效果的法宝 打算来此窥探欲须的跟角 只是那他们左右寻找了好一会儿 仍旧没有找到之前在归虚商谈时候 背后被刀 腰间前后各有十二柄夺命飞刀的黑发男子 没有出现吗 引号点 也罢 这一次任务就交给我们也足够了 引号点 男子屈指扣机玉佩 赤色玉佩当中一条条去被赤羊之气的火龙流转 面对着张若素的邀请 白发苍苍 牙齿都有歇掉了的老者微笑着汗手 接过了前者的酒壶 然后拿了一枚叶子 将酒水倒入绿叶之中 而后袖刨遮掩 方才一饮而尽 动作古雅 引人心折 吃好酒 老者的声音温和 我在都城许多年 没有喝过这样的酒 张若素大笑 只觉得这位老弟为人洒脱 并不拘泥 能谈天论道 说万物苍生 也能凭酒听风 一枚落叶当酒盏 觉得很是投缘 那边看上去才十三四岁的少年 偷偷看着这酒壶 张若素道 小家伙要喝酒吗 我这酒可烈 你小家伙不能喝 少年温和道 我在家中 也曾经喝过酒的 我或 你爹妈不管吗 有着古典发迹 眼睛大而柔和的少年疑惑 为何要管 张若素大笑树生 环顾中围 所见到的是万物苍生骑骑来此 风中有鸾鸟之鸣 大地上有虎豹咆哮 却又有万物苍生之感 越发觉的畅快 道 想喝就喝 今日这样的风景韦时是酣畅淋漓 待会儿老道是给你调一碗浮水 给你化去酒精的影响 这一次就让你也醉上一回 他豪迈一挥手 直接幻化出一小巧九尊 里面也有胡天之法 足以装进去一整个水库的量 而后顺手一抖 自己酒壶里面就飞出一条水龙般的存在 直接浩浩荡荡 虚爪俱全 飞入了酒尊当中 而后递给了那少年 勤着笑意道 来 小家伙 喝酒 放心 不要看我这酒杯小 里面的量可极大 足够让你今天喝饱了 少年眼眸微亮 捧着酒盏 只是觉得香气扑鼻 他出生于神代王室 虽然不说国家大小 多少算是不缺酒水 趁着张若素和旁边牙齿都有些脱落的老者交流 没有注意到自己 双手捧着酒盏 豪迈不羁 一口仰博变淡了 张若素察觉到不对的时候 那看上去乖巧的 竖着古代发迹的少年已经满脸通红 一边二打宝格而一边摇摇晃晃 老道人一看不对 再看了一眼酒杯 嘴角抽了抽 卧槽 全干了 这小屁孩 天生神通 张若素额头抽了抽 正在此时 忽而听到了风雪呼啸的声音 而后神色一速 转过头去 九十岁老翁腐须垂眸 带着微笑抬眸看去 坐下金牛尚且还没能成金通灵 也似乎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发出低声 只有那少年修行者摇摇晃晃 已经被现代工业白酒直接干翻 并且在他年幼的心灵里 留下了极端浓郁的阴影 藏匿于极端隐蔽之处的 龟虚行走门也抬眸 终于来了 周姓男子心中激动 双眸瞪大 看到虚空之中 一名白发道人 身着青衫 徐步而来 右手拉着一名看上去似乎只是十二三岁 恍惚又似乎十四五岁的少年道人 少年道人眉心火焰痕迹 隐隐然竟然让他手中镇压因果的玉佩宁笑不已 这 这是 为管主 这 这是 阿璇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阵仗 吓了一大跳 下意识拉紧了道人袖口 为冤垂眸 微笑道 待会儿听法 另外 你还有一个师弟 阿璇愣住 师弟 是 叶明算起来入门更晚 白发道人垂眸 靠着自己之前在龟虚探听到的情报 看到了那边靠着法宝藏着的龟虚行走 嗯 非常谨慎 而且自信 龟虚之主果然是有两把刷子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了对方藏匿的地点 知道了他们的法宝特性 一不小心还真的有可能被对面糊弄过去 而现在当然不能如此 也不能随意解决 他眸光流转 看过这苍生万物 看到贡公 布周山 还有蛙黄 金山道人白发垂落直到腰间 以一根和绝类似的红绳在尾端细起 神色沉稳温和 绣袍五指微拢 本来还想要拿一根柳树柳枝当作长边 装一装那神话传说里面的赶山边 可后来却又觉得无趣 双眸微脸 其中仿佛映照岁月大千 因果万物 天地苍茫浩渺 似乎尽数都在这道人眼中 都在其掌心之上 因果三千不变不去 平淡发音 却如同天地接阵 万法其名 有缘者来 无缘者去 足可而握着玉珠 哪怕是这样遮掩因果的法宝 都只能够勉强护住他自身 让他身躯不断颤抖 大脑一片空白 而这个时候 忽然听到了轰隆隆的声音 巨大的震颤让他四肢一软 坐在地上 而后看到了其余 归须行走都快速移动 看到山川在奔走 云气以恐怖的速度后退 不 不是他们在移动 是大地和山脉 本身在快速移动 他瞪大眼睛 呆致地看着自己等人所在的 日系如同有了生命 如同遵循那道人 平淡一句无缘者去 轰隆隆地奔走即行 自己等人就直接被拉扯 带着离去 前往远方 坐地日行八万里 女子眼底 有恐惧之色浮现出来 这 这是 言出法随 言出法随 无边恐惧之时 突然觉得手中一松 自己手中心血相连的法宝 突然挣脱开来自己 大方流光 真灵显化而出 如同一只麒麟在山川间奔跑跳跃 流转 而后是那眉纯杨玉佩 以及一件件遮掩因果的灵宝都飞出 化作巨大的苍龙 长银的火凤 乃至于咆哮的猛虎 而后不断缩小 不断流转 飞入了道人袖袍当中 不见丝毫烟火气 一瞬间截断了和法宝之间的心神联系 归须行走心中只余下无边京剧 我们究竟是在算计什么级别的存在 山脉在移动 地形发生变化 有缘者所在的山脉靠近了不周山 而怀藏或心之辈则是迅速离开 与此天地巨变之际 青山道人只是缓步徐行 动与不动反差巨大 一切皆属自然 群山退去 不周方显 而玉虚弓更在这不周之上 天地浩瀚 云气层层扑展开来 在这群山退去后 更加显得高耸孤傲的天柱之上 一个小世界浮现 而其中的玉虚弓隐隐然显露于外 降光流转 不周山老伯的神色变化数次 水神贡功面容肃穆 看着那演出法随的恐怖效果 他竟然达到了如此的境界 众生惊叹 而强大的神灵们则更是能看得出这背后的恐怖 为之震动 只有白衣少女手里多出了一杯奶茶 贴心的少冰多糖 白发到人拂袖 某子扫过的时候 没有见到帝君 也不在意 平淡道 平道欲虚原始 于此广开道门 有缘者 可来听道学法 落作于欲虚弓前 嗓音平和悠然 屈指扣机虚空 如同有欲镜之音 声音不大 却玄妙万方的出现在了每一位在场者的耳畔 如同落入心中 如同能够引动心中的思绪 言出法随 杂念顿消 因果之力 不擅长战斗 但是在战斗之外却似乎无所不能 不周山老伯常叹息 震袖起身 拱手微微一礼 神色庄重肃穆 这并非是恭敬 而是对于一位走到巅峰却愿意讲述到法的存在的敬意 无关于身份立场 缓声道 多谢天尊 水神贡公一然拱手微微一礼 嗓音平和 多谢天尊 白衣少女只是坐在椅子上 双脚搭在一起轻轻摇晃 嘴里咬着奶茶的习惯 双手捧着超巨杯的奶茶用力吸着 少女的眼角带着笑意 嘴角也带着笑意 虽然失去了记忆 但是看到这样灰红的一幕 却仿佛整个人都要开心的飘飞起来了一样 坐在青石上 腿没有办法落地 晃啊晃的 而除了她之外 哪怕是那苍延老者都带着一丝丝微笑和期待的起身拱手 白发道人一身青山 落坐于玉虚公蒲团之上 就袍一扫 方才那十几件法宝里面只留下了两件 剩下的全部落于山岩之上 腹又平淡道 得我道法者 可来此地 取玉宝物为原法 头顶那一道苍穹垂落 天机流转 元气演化为玉珠 宝玉 落阴 阴落 诸多玄妙起舞 垂落不休 在不周山上 玉虚公就如此降临于大荒 而后万物苍生 齐齐行礼 蒙虎暗爪 苍龙藏灵 都齐齐低语哄喊 庄重肃木 和几位十大巅峰不同 他们扶至心灵 心中自然浮现念头 齐齐败下 声音苍茫魂厚 患道 见过师尊 一日传道之师 白发道人不再如往日清讯随意 双眸微脸 皱了这苍生万物一礼 原始天尊 受得起 而后平淡道 坐 龟虹浩瀚 却又庄严 只有张若素大辣辣坐在那里 懒洋洋的斜躺着 一只手搭着地面 一只手提着酒壶 背着庄重一幕糊了一脸 陷入凝制 一点一点抬起头 看了看那白发道人 看了看自己的师弟 感受到周围的庄严肃木 连那些山精野兽都知道庄重的作者 看到鸟雀落于龙蛇偏远 蒙虎异兽和五彩鹿同列 万物苍生 皆是寄然 张若素头皮发麻 麻了 麻了 浑身都麻了 这里 是 是什么山 他看着那仿佛被撞断过 却仍旧巍峨的山 终于记起来询问 旁边一名男子低语回答道 乃是天柱不周山 张若素嘴角抽了抽 深深吸了口气 压住颤抖着的手 这不是御虚官吗 旁边之人好心回答 不 是御虚公 御虚公 一公 一官 一字之差 天壤之别 张若素倒抽一口冷气 头皮发麻 僵硬地看向旁边含着笑意的老者 后者方才没有喊师尊 也不是天尊 只是叫了一声道友 张若素沉默 深深吸了口气 安慰自己 不会的 不会的 不会这么倒霉的 自己运气一直都还好 不会的 不会的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发生呢 念容镇定道 在下张若素 还没有问过阁下明慧 九十余岁的老者洒脱玩笑道 老哥方才自在 现在怎么如此拘束了 他沉吟了下 答道 在下姓李 单名一个耳字 自单 你可唤我老丹 富佑伸手指了指那大罪少年 这是我遇到的一遇外少年 叫做乔达摩西达多 老丹 乔达摩西达多 释迦摩尼 张若素笑容缓缓凝固 看了看自己的酒壶 回忆之前发生事情 心脏骤停 第八百九十四章来袭 老丹 老丹 那不就是李尔 神他妈的小老弟啊 然后这个小酒鬼是乔达摩西达多 张若素像是发条生锈的木偶一样 一点一点抬头 看了看那边的老者 然后又一点一点低着头 看了看那边满脸通红 双目无神晃晃有忧 打着九格尔的少年九蒙子 看了看自己刚刚笑摸狗头的右手 陷入沉默 释迦摩尼 如来佛祖 觉者 张若素无语您耶 师父啊 您当年把我解回来 我真的成为了一味了不得的修士 我不单单占了最初祖师爷的便宜 还顺便用五十三度的白酒 把仙古时代的觉者给灌成了各九蒙子 为冤 我谢谢你巴贝尔祖宗 张若素嘴角抽了抽 无数的情绪涌动在心底 最后千言话语化作了一句简单直接 明了随意并且饱含感情的文字 草 他饱含了一声之后 终于维持住了自己的心境 仿佛那种憋屈郁闷感都消失不见 道门天师一代见仙 心境强大 早已经不再需要什么所谓的天王保命护心丹 贫道的心境坚定无比 绝无瑕疵 张若素心中默念兵心觉 压制住心中沸腾的感情 只是旁边那好心回答他的人却是惊呼 老子 道德天尊 还有 释迦摩尼 如来佛祖 觉者 对面的人嗓音颤抖 充斥着惊讶和旋即而来的兴奋喜悦 张若素脸了脸眸 吐出一口气来 还好还好 不是只有自己 还好还好 这样的经历 还有其他人能够分担 他看向旁边拎着一柄剑的男子 一身月白色圆领长衫 腰配玉配 双目柔和而长 气质俊意绝尘 道 还没有谢过这个小兄弟刚刚为老道解释 那人脸上还有惊恶兴 撒脱白手笑道 道长客气了 我也不过是来得早了些 和周围这些个虎兄 龙兄说了说话 才弄清楚了 呵 其实我搭话也是别有目的的 道长这酒 嘿嘿 文卓实在是香而浓烈 有些像是我老家的那种 张若素知道这酒鬼的意思 笑道 要喝酒有什么难的 那见客大喜 忙不迭接过酒壶给自己的葫芦里倒酒 然后喝了口 只觉得酣畅淋漓 老道是看了看老丹 看了看是加摩尼 嘴角抽了抽 总算是旁边有个同伴能搭话 心里也安稳下来 这种情况下不是自己一个人倒霉就很好 有个伴分担下也是好事 一时间惺惺相惜 道不知道怎么称呼 那人饮酒垂眸 洒脱拱手道 我 在下大堂岁月人士 性里 明白 好清廉 张若素 无声草 老道是笑容凝固 讲了想 两眼一番 主动后仰 放弃了思考 去他娘的 累了 麻了 阿渣咋的 道长 道长你怎么了 李太白心中一惊 连忙搀扶 自怀中取出一遇频道 是心中经济 还好还好 我这里有灵丹一枚 乃是我好友所赠 有奇笑 道长 速速服下 速速服下 他用烈酒给老道是服药 张若素吃到熟悉的味道 沉默了下 道 这是什么丹药 李白嘴角勾起 带着一丝丝得意道 我有不少朋友是道门真修 佛门弟子也常常来往 这是我用一首诗换来的上青毛山宗天王保命护心丹 天王保命护心丹 张若素一口气没上来差点耿住 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阴影和念缘出现在了他和旧心丹上 让老道人差一点无与宁一泪流满面 哪哪都能吃到这玩意儿 而这个时候少年世家喝醉了酒 摇摇晃晃 突而一个不小心 竟直接朝着山崖之下坠去 张若素一惊 却要伸手 却迟半步 那少年看似寻常 但是身体沉重仿佛金铁 哗啦一下就已经下去了 老道人正要出手 却瞥见旁边的老丹神色平淡温和 不急不徐 张若素缓缓收回首 前辈不去救他 老丹闭目聆听天地之间那原始天尊所讲述的大道 却也听到了张若素的询问 嗓音柔和道 所谓因缘既定 他的原法已来 我的原法未至 你我羡慕他还来不及 为什么要去阻止他的原法呢 张若素沉思许久 老丹夫又玩笑道 你说是不是啊 小老哥 张若素 无声无语宁耶 你还是杀了我吧 道祖 少年是家听着耳畔遥远的讲述声音 只是觉得天旋地转 脑袋越来越重 而那遥远讲到的声音则是离自己也越来越远 他隐隐约约觉得似乎失去了什么 却又觉得这都是因果和原法 得到不需要欣喜 失去不需要悲伤 脑袋迷迷糊糊的 眼前看到一块造型特别别致的大石头在靠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世家很困倦 慢慢地沉睡 反正就是一块大石头而已 嗯 等等 大石头 他面色一呆 猛地睁开眼睛 年少的世家摩尼终于明白了喝醉酒会有多么惨痛的经历和下场 手忙脚乱 想要避开却也无能为力 只能闭目等死 祈求自己的脑袋能够比那快一看就结实的大石头硬扁 哗啦一声 是衣服的晃动声音 然后一只宽大的手掌拎住了少年的衣领 让他脑袋又是一阵痛 高度白酒醉酒之后的后遗症就像是一个重量级拳手拎着一个冒篮火的加特林突突突的在脑子里面乱窜 乔达摩西达多觉的眼前冒金星 而后听到了宽厚平和的声音 喝醉了 他天生懂得其余生灵的意思 所以明白这个意思 抬起头 看到那是一位高大的男子 光头 肌肉奔起 连灰色的袍子都遮不住 旁边还跟着个精瘦的老爷子 似乎正在好奇的看着自己 孤帝挠了挠头 这见过天上吊石头的 见过天上吊鸟屎的 这从天上吊下来了个小罪鬼 还是头一回见啊 元爵 怎么了 他是带着大和尚元爵 来这里看老布州的笑话的 可是来到这里之后 那大和尚居然停止了脚步 明明已经能够听得到远处的讲道声音 契合大道 天地齐鸣 哪怕只是远远听到了 都觉得大有弊意 可是元爵居然停下来了 就在这步周山下停了下来 一双眸子看着被拉着的少年 而后 指步 转身 老爷子便去步周山吧 僧人神色平和下来 看着那烂醉如泥的少年 道 贫僧的缘 已经找到了 而后对于那近在咫尺的步周山论道不再在意 而忽帝先是看看那边的乐子 又转过身看着夺步而行的僧人 抓耳挠腮 不知抉择 最后重重一拍大腿 哀声叹气 还是转身朝着和尚那走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 老步周那边的乐子以后也可以看 总觉得这和尚这儿也会有新的乐子 错过可惜 错过可惜啊 原觉看着那位少年 缓声道 你是谁 少年迷迷糊糊 只是回答道 我 我是乔达摩西达多 是家皮罗未成的王子 是摩耶夫人的孩子 善绝王的未来女婿 是注定要成为子民执掌者的王 乔达摩西达多 原觉神色平淡无波 右手敲在少年头顶 道 你是谁 少年愣住 回答 我 我是乔达摩西达多 僧人再度抬手 并成手掌 敲在少年头顶 后问道 你是谁 我 我是 是家摩尼 僧人踏前半步 敲击的动作已经去猛如同风雷 声如雷震 道 你到底是谁 少年心中震动 而后下意识回答 我是 我 人觉双手合十 嗓音平淡道 阿弥陀佛 慈悲 慈悲 他一只手拎着禅杖 一只手拉着少年 准备走 只是那少年喝了足足一水库级别的烈酒 浑身散发出酒味 不周山讲道 有源者来 也有虽然有力量 却没有这个缘分的大妖暴躁不已 那少年吃了道门天师傅酿造 且足够年份的烈酒 浑身散发出淡淡的心香 一道残影掠过 竟然是以无比之素 直接把那少年叼着吞入嘴里 其色七彩斑斓 竟然是一只犹如山巒大小的孔雀 哭地目瞪口呆 自己还没怎么看乐子 那小家伙就给吃了 却在此刻 突然听得一声爆喝 地动山摇 原觉大和尚已经爆起 一只手攥住了孔雀鸟的围雨 浑身其肉奔起 显现佛门真身 而后一声怒吼 给我停下 那巨大山巒般的孔雀鸟直接被掀翻 然后重重砸在地上 砸得那鸟却双目转圈圈 口吐白沫 圆绝右手滑落到了禅杖尾端 这一根禅杖被旁边老爷子加持了修为越高 分量越重的特性神通 反手一棍砸在这孔雀鸟的肚子上 直接让这巨大妖兽来个当场干呕 最后把头昏眼花的少年拎出来 赤家终究还是个13岁的孩子 喝醉了酒摔下山差一点摔死 又给一只前所未有的巨大孔雀给吞了 差一点被消化掉 两眼泪花 抽叶着道 我再也不喝酒了 喝酒 喝酒误事 颠倒心情 惹来祸患 圆绝无奈 取出平常用来喝水的水瓶 是人间行动组的金属材质 里面加持了胡天之法 从旁边流淌的河流里装了足足一壶清水 给那少年当头倒下去 将其浑身的乌乌冲洗干净 也让他从醉酒之下逐渐清醒 圆绝单手树立胸前 嗓音平淡 往日 便随我修行一段时间 看了看少年的发迹 被孔雀吞下 里面沾染了各种污渍 清洗麻烦 尊人选择遵循某博物馆主 言传身教的法门 单手抹过 如同剃刀 转瞬便让三千黑发垂落在地 我见过去佛出成道时 弦生金刚弹 金瓶成水 用冠佛顶 法院朱林卷十六 而在此刻 布周山上 原始天尊讲法 跃见精深微妙之处 众生听得沉迷其中 时而轻轻摇头晃脑 时而府长叹息相合 一时间接沉迷其中 水神贡公微微抬眸 布周山右手围动了下 两者都下意识 把那失忆的白衣少女护在中间 这布周山上 轻气流转之处 一丝丝浊气滋生 一变凸起 第八百九十五章原始延武 没有错的 绝对没有错 尹浩典 那就是 不 那正是 因果之力的妙用 尹浩典 身材高大的男子手中握着一柄神兵 其上有龙文道运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 看到了那白发道人平淡开口 就打落了一件件法宝 并且收入了袖袍当中 眼中金光大亮 心中再无半点迟疑 那是一类强行打断因果掠夺宝物的神通 他回身看了一眼已经准备好的属下 看着他们一一取出了烙印有针对因果之力的法宝灵物 看着他们神色沉浸 外表或者是俊朗的青年 或者是美貌的女子 前藏有各自的契机 看不出丝毫的浊气 管生道 毫无疑问 他所擅长的 就是因果之道 众人神色肃穆 取出了散发出奇特契机 隐隐不存于三界之内 无有因果的灵药 毫不犹豫养伯吞下 让自身处于因果隐蔽状态 连带着自己的力量有所下降 防御有所溃散 但是这样的损失是值得的 他环顾周围 缓升道 斩杀原始 镇压实大 就在今日了 朱军 回来之时 我等共隐 是 浊气神魔门非常有经验地潜藏于各处 他们没有立刻得暴露 没有立刻发动暴力的攻击 而是以某种特殊的方法 潜藏于不同的位置 而后遵循着浊气 福西给出的逆反先天八卦方位靠拢 他们甚至于给自己准备好了退路 有靠着顶尖的后天领宝创造出了稳定且隐蔽 不被武航英国所捕捉的空间传送阵 留下了一部分的浊气神魔看守 并且将那几百名人间凡俗的废物留在这里 等到目标完成 就放出这些诱饵 引得对方自相残杀 把局势搅乱 而后自己等人 自然可以顺势离开 神不知鬼不觉 共公脸眸 一双有黑的眸子 仿佛映照着无数的波涛 不周山神身边的空气 仿佛化作了最为坚硬的钢铁 两位顶峰级别的神灵身边 也只是出现了这些微的异象 甚至于这些微异象都是围绕在实力未曾恢复 处于失忆状态的少女身边 任何敢于靠近的存在都会在一个瞬间被水神控制住 而后下一刻迎来不周山右手和左手的亲切问候 连环问候的那种 原始天尊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现一样讲述大道 嗓音平和 忽而天地之间猛地震颤 传来如同雷震却又绝无那种撕裂沉魂的力量感 这万物当中仿佛有一种无形无质 却又无边沉重压抑 仿佛和这世间万物截然相对 处于相互排斥状态 汹涌磅薄如汪洋 沉重压抑如风月般的力量狠狠地压制下来 万物众生从那种沉浸于听到的状态当中挣脱而出 浊气侵染天下 那种纪灭之感瞬间钻住了所有生灵的心脏 如同耳畔有个大枣子狠狠地砸下去 只觉得眼前一片发黑 大脑轰猛龙的茫然 天地化作了一片混沌 整个世界都是群星失色 万物纪灭 一名高大力士随手一展 磅礴气机流转 手中一面大旗 通体玄黑色 其中仿佛蕴含无尽因果全能 水波流转有着逆反先天八卦之中山水 大则之乡只是随手一震 便已经将天穷收去群星失色 日月无光 惊气生灵不知四方不见上下 只是乱糟糟一片 那高大男子立于云头之上 如同世界核心的神魔 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竟然如此得来权不费功夫 不周山缓声道 有意思 看来是真的想要杀了这道士 连这棋子都给了出来 白衣少女疑惑 这是水神贡公女气淡漠 先天初始 以青青为天 种灼为地 苍穹的根本其实是一团氢气 而这便是以最纯粹的灼气所成 遮天蔽日 能直接把天穷给收了 当年帝君雷能第一时间出现 就是因为此物 这乃是灼气之事核心诞生的根本至宝 能收日月 必星辰 破命树 封因果 藏匿天机 包容万物 使得一切全部回归到 青灼不分的一片混沌当中 时间一长 被笼罩的生灵就会失去形体 直接回归青灼二气 既能杀敌 也能辅助 属于浊气之事顶尖的宝物 只是 奇怪 共公陷入沉思当中 回忆当年那道人单手撑住倒塌的不周山 然后一件一件把顶尖的浊气神磨消死的画面 不周山神的右手抬起 想想 回忆当年自己一巴掌 害过去那道是脸色都不变的模样 摸了摸胡须 确实是奇怪 两位十大巅峰陷入沉思当中 不对头 浊气神磨见到这天地万物都被收入玄黑混沌旗 放声大笑 原始天尊 我来杀你了 可这十大巅峰交手不用讲述什么客气 诸君旗上 一阵阵轰然声音 一件件顶尖至宝出现 而后浩浩荡荡封锁周围 因果流转 层层封锁 化作了一个极为狭窄的密闭空间 刚刚好将那白发道人照入其中 方才还要听讲道的声明看到了这一幕发生 无能为力 高大男子眼眸亮起 成功了 哈哈哈哈 我们成功将十大巅峰之一 将擅长因果的原始天尊困在了这种狭窄的环境当中 接下来就只剩下一步了 他左右环顾 和其余几位浊气神魔对视 心念唯一 近距离 搏杀之 他因为要操控玄黑混沌棋 动作慢了一步 已经有三位神魔靠近 一个手里是一整条苍蠻画作的战斧 能够劈开苍穹 一个手里是森然冷锐常见 另外一位双拳握紧 仿佛攥住了天和地 令万物规则轮转 放弃八 此乃我是至宝 已经封锁了此地 外面不管是谁 都看不到 进步来 连因果都无法亏损 高大男子感知到了对面 在以因果来亏损自己手中的神兵 放声大笑 以豪迈霸道的言语 来打压对方的自信和心境 让对方陷入到绝望的地步当中 这也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而在同时 他随手一振 让那玄黑旗玄于半空 双手握持 那柄有着大道纹路的巨鉴 怒吼着开始加速 锁定空间 欲要直接将对手连带着那一座道工直接劈碎 连空间都不留下 而在这个时候之前 他看到自己的队友已经猛的出手 可恶 居然抢弓 男子心中怒意升起 看到那战俘猛的横杂 如同山岳颠倒 看到长剑朝着那道人的眉心刺杀过去 看到那力士握着双拳 带着碾压一切 撕裂因果的恐怖狠狠砸落向后心 力士大笑着道 我可不会输给你 他看着那娇美女子 眼底温柔如水 女子也笑着道 那可未必 而后 三者动作同时凝固了一丝 斧头 双拳 力剑都偏离原本轨迹 驾到好处地擦着道人的身躯飞过 驾一刻 白发道人双眸微微脸 双手握拳 向后屈肘 狠狠地砸出 背后袭击男子心脏瞬间被震碎 而道人则是反手抓住了那柄剑 只是一瞬间 长剑剑风偏移 以一种无边玄妙无法理解的方式化作流光 洞穿了持拿战斧神魔的美心 直接从后脑洞穿 剑气如霜 那一颗鹦鹉俊朗的手机直接炸开 尖血洒落在女子脸上和身上 那女子面色凝固 白发道人拂袖 起身 右手按在了她额头 语气平淡 你还不配在我面前用剑 她道 而后轻轻下压 女子整个身躯爆开 化作一团浊气 直接横死 而浊气神魔的首领才踏出树部 面色凝固 双目茫然 等等 发生什么事情了 她 她不是只擅长因果吗 她不是不擅长近距离战斗吗 情报有误 她头皮发麻 强行收射心神 知道自己若是此刻动摇 则是必死 抱喝一声 步步提速 踏着空间和法则的节点 仿佛此剑必杀必中必斩杀之 越是踏步向前 心境越是纯粹无碍 越是澄澈空明 此剑 无我 她沉浸于对于剑道至高境界的感动当中 顺势斩出一剑 据剑之上 足足三十六条神龙道运缠绕怒吼 微能震撼天帝 却被压制在这玄黑旗帜当中 越是恐怖 还宇其名 道人无事 那剑来得无可匹敌 直接命中了道人美心 中了 那男子大喜狂笑 而后看到神龙悲鸣笑 在这天帝之间盘旋的神龙虚影一寸寸崩碎 而后常见的剑锋开始折断 碎裂 化作了鸡粉 一点一点的飞散 直到最后整把剑都碎裂无形 只剩下了个剑柄 那白发道人连头皮都没破 无剑之镜吗 她听到白发道人低语感慨 而后平淡道 我一千五百年前就会了 高大男子头皮发麻 身躯颤抖 这事 十大巅峰 万劫不灭之体 着福西 你坑我 幕后一声 转身就跑 伸手抓向玄黑棋 突然听到了一声清脆动听 搅动人性灵的声音 那仿佛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让她哪怕是在这逃命途中 也下意识垂眸 看到了一枚黄澄澄的铜板翻滚着飞出 落在地上打着转耳 而后不知道怎么的 就下意识收回了身向玄黑棋的右手 俯身 扑过去 捡起了铜钱 大脑一片空白 猛的抬头 想要逃跑 下一刻 一只手按在她头顶 听到了道人平淡道 你们为什么会觉得 你们有资格在我面前玩弄因果 反手轻轻一压 沉魔首领的手机被直接按入胸膛当中 往前走了几步 轰然跪倒 如同五手尸体 这交锋不过短短一瞬间 其余实力稍弱的还没有向前 就只是看到了速度最快的三个一个口喷鲜血 一个没有了手机 一个直接被整个身躯都打爆掉 而自己的首领封了四地去捡十一枚铜板 玄机也当场暴死 暴虐的气机一散其中 其余浊气精锐都骤然止步 不对 这不对啊 不是说 他只会因果吗 不是说 他不擅长进战吗 为什么 这 这出了什么问题 白发道人随手一招 那悬 黑旗飞入手中 仍旧维持住了狭小空间 外界无法看到的画面 看着这些浊气神魔 回忆当年的事情 暗中针对 根据对手的特性布下陷阱 一一清除 回忆轩辕的死亡 回忆布中山青岛 垂眸看了一眼失去记忆的少女 眉心中见 心脏被夺走 回忆少女被杀的时候 那一生茫然无助的阿兄 回忆他数次帮助自己 心中自语 一个不留 踏步 上前 天地摇晃 震动不休 惧则为行 散则为弃 攻了天地 于是曾经在这一方地域支撑天地的身影重现于此 头顶着天 脚踏着地 却又被因果遮蔽 道人放声长笑 右手一震 那黑色玄黑混沌其一晃 和那柄巨斧连在一起 化作了一柄巨大无比犹如太行山脉的战斧 哗啦一下握在手中 苍穹之宝垂落 玄黑着视其轰然展开 于是天翻地覆 日月无光 遮日月苍穹 必星辰烈宿 镇压天机 笼罩因果 是所谓混沌之欲 而我在中央 欲中四大 我为欲中主 第一次全力施展十大巅峰的力量 原始天尊发迹散乱 白发落下 眉宇伶俐 无情地看着这帮浊气神魔 双手握着这把绝无仅有天下第一流的大斧头 看着他们眼底神色凝固 看着他们仿佛茫然 身躯颤抖 失去战意 身高万丈 称天主地的盘古真身 哪怕只是靠着聚散成形和当年称天主地留下的些许残留 也已经足够了 原始天尊不善进战 和我盘古真人有什么关系 七二一未分 名子弘扬 未有成形 天帝日月未惧 壮如姬子 棍队玄黄 已有盘古真人 天帝之精 自好原始天王 犹乎其中 未冤有很多种话可以说 比如说原始天尊赐予如等劫灭 譬如说到藏里面的漂亮话 可是看到那边安静温和捧着奶茶的女娲 回忆她之前被杀的一幕 她就只剩下了一句简单的话 哗啦 原始天尊 盘古真人凝笑着提起了以玄黑棋为核心的斧头 圈人去世 人族城池被攻击 贡公之劫 不中山倒 蛙黄之死 后土失踪 一件件事情涌动发泄 跪拒在一起 喷涌而出 给也死 天地一片混沌 给玄黑棋一收 什么都看不真切 留存下来的浊气神魔 以及投靠浊气的神魔神色放松 已经等待离去 而这个时候 被他们以封印封锁住的少年将领抬了抬眸 双手一动 那封印无声无息地崩碎 右手缓缓下放 按在了汉剑的剑柄上 第896章神代传奇兵团 开化一行 全黑着实其施展开来 遮天地日 收了日月群星 连上下十方都被颠倒 从外界看来 天地万物都是一片灰蒙蒙的 甚至于连这所谓的灰蒙蒙的感觉也只是错觉 一处隐蔽至极的传送阵前 外貌风云柔美 手中握持一柄玉如意的女子一双妙目看着天地一片昏尘 心满意足地吸了口气 让身躯舒展 额头生出烈戏 挂作了一只唇黑色的树眼 散发出污浊邪碎之气 真是舒坦畅快啊 她勤着微笑等待着 旁边残留了一部分浊气污染过的神魔和妖艺 她们等待在这里 只等到最后时机一到 便带着斩杀十大巅峰之一 欲虚原始的舒荣和那男子的手机回来 嗯 纵然是十大巅峰 但是毕竟走的是因果这样的道路 况且还是到底发生没能凝聚的状态 这样的十大巅峰虽然同样强大 但是还没有抵达不可匹敌的层次 吞服丹药 压制天机 在其不擅长的领域 比如狭窄区域之中短兵相接 近战搏杀 嗯 再等一会儿 事情就结束了吧 到时候可得将这玄黑卓士奇玩玩好好的带回去 那可是卓士神兵谱上排名第九的爵士神兵 千天化生 清卓领宝 乃是诸多神兵当中 遮掩第一 也就只有这遮天蔽日 收心拿月的遮掩第一 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住号称 莫测第一的因果 若非是为了将这刚刚踏出十大巅峰之境界 还没有凝聚到体 为能成了气候的因果拔除 这等宝物是绝对不可能交给他们使用的 若是磕着碰着 那也是麻烦了 风雨女子想着 便有些担忧 在背后的封印当中 因为是为了掩盖住天机不被因果察觉 所以封印那些炮灰就被封印到了里面 等到待会趁乱放出去 也可以遮掩行迹 而在此刻 这所谓的炮灰之地 过去并默默无声地拔出汗箭 他身上的封印 似乎本来就因为一身的永烈之气有所松动 旁边的书弟老爷子眉角跳着 面容呆滞 卧槽 这年轻人 卧槽 这你怎么就拖开封印了 过去并提了提右手 手腕上有苏玉儿送给他的一枚宝玉手环 上面的流光已经逐渐消影了去 最后变得暗淡 书弟茫然 这是九尾狐的发思编出的手环 他脸色古怪 九尾狐 十者不古 这是十通四 是四养的意思 你小子 养了一只九尾狐狸吗 过去并茫然 沉思回忆自己因为没有收入 以及被那笑盈盈的五猴安排一日三顿操练 完全没钱 反倒是会跑去少女那里蹭吃蹭喝 沉思许久 道 严格意义上 是他养着我 补充了一句 严格意义上 书弟呆滞 而后道 吃软饭的 过去并正色道 什么软饭 大丈夫型的端坐得直 既然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就要认下来 再说了除了包子油条之外 那些肉还挺硬的 从唯物主义来说 我只是和他吃饭的时候由他买单而已 我请客 他买单 高寿的书弟身躯巨震 面色震动 软饭硬吃 卧槽 这年轻人 卧槽 他脱口而出道 不愧是冤小子带出来的啊 卫馆主 面容阴烈的少年一边活动手腕 去打开其余属下的封印 一边回答道 卫馆主你不能说他是吃软饭的 不 霍去病理直气壮道 因为他纯粹没钱而已 书弟看着霍去病把这些封印慢慢解开 只是那一个九尾狐并脚发所编制的手链 逐渐失去了原本的光泽 变得暗淡无光 最后当这些封印解开的时候 九尾狐之力已然消散无形 一物客一物 为了之后将这些北海精锐当作是炮灰搅乱局势 这些封印都是蛊惑类的 一个个封印被打开了 但是那些北海精锐却依旧如同自己只是被封印起来的状态 没有顺势咆哮 没有激荡自身的契机 只是济然无声默默起身 手中多出一饼饼饼兵器 此际的站在少年背后 无声无息 却微压极重 空气中阴晕着寂然无声的煞气 初帝老爷子眉头狂跳 而后大欣喜 非常亲热递搭着少年的肩膀 压低了声音道 不错不错 好小子 比老头子我想的厉害多了 来来来 胎化一行加持上 待会儿咱们出去 趁机溜走 不要出声 却没有想到或去并 压然的看着老者 初帝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感觉到自己内心 有种古怪的不安定感 就仿佛是老不中那不安分的 徒弟狐狸在看着自己 不灵不灵地眨着眼睛 一脸无辜一样 跑路吗 或去并疑惑道 可是我们不是已经到了 敌人后方了吗 初帝面容凝固 或去并咧嘴一笑 拔出剑来 背后八百北海精锐 无声无息踏前半步 气机阴晕如龙 初帝嘴角一抽 看到或去并握着汗剑 身后八百精锐 都是北海神代的存在 气机汹涌棒驳 而后在一瞬间汇聚为一 少年眉宇轻烈 却轰而宁笑 学着那博物馆主一脚前踹 轰 阵法瞬间被迫 那风于女子心中一惊 立刻施法 浊气涌动 化作苍蒙蒙虎 覆盖周围方圆 将原本能够覆盖 足足数百里的力量 汇聚在了一起 却被一股烈烈煞气 撕裂冲破 赤色烈焰般光芒升起 过去并手里的汗剑 直接从后面洞穿女子 双手持剑 悬身横斩 静止将那浊气 腰神身躯斩断一半 少年面色漠然 左手按住他的头 狠狠地灌在地上 右手的八面汗剑 狠狠地灌穿下去 直接钉沙在大地上 竟是毫无丝毫的 怜香西域之情 一片死寂 万万没有想到 先前当作炮灰的渣子 居然从后方爆破 他们怎么敢 哪怕是脱困了 居然不逃跑 居然还敢于还击 那女子灯石化作了 一片浊气散开 而后迅速远离 过去并吐了口袋 这血水的唾沫 冷笑道 果然并非是血肉之躯 当时若非是直接被你们那妻子一下都头罩住 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 安能让小爷吃了那么久的干水 比起那博物馆的饭菜 简直是干水都不如 快乐水呢 连快乐水都没有 哗啦 背后阵法被彻底撕裂 浊气传颂阵的气机冲天而起 若非是有玄黑浊士奇的遮掩 早就已经无比显眼 而那风雨女子看到自己的计划直接暴露 面容扭曲 迷心那一颗全黑树同月发地血液 似乎能够搅动人心 中围有诸多被浊气所侵染的清界生灵 浊气的走狗 数量绝对不少 以及剩余下来的 不擅长正面近身战斗的敌人 出地头皮发麻 一转眼就已经变成了似乎要双方对垒彼此厮杀的场景 哭丧着脸 双手一拍 道 拍画一行 军阵煞气瞬间化作实体 拥有了练甲孩针 变化之物来自于那少年最深沉的记忆 过去并回过头 看到了身穿烈烈赤色战袍 覆盖有黑色铠甲 大汉的铠甲 内里是皮甲 中间隔绝以棉布 这一层类似缺药弱于西方棉甲 但是外面却是炼铁悬甲 出现了以煞气短暂汇聚化作的高大龙马 浑身神代级别聚装 过去并回过头 翻身上马 八百胎化一行加持的神代北海精锐气机相连 苍亡赤色巨龙浮现 而后嘶吼咆哮 少年把那最后的大汉军旗系在长枪之上 一如当年 跑 跑个屁 大汉大将军 大司马为亲麾下 跳骑将军获去并 获去并双目怒争 用尽全力 用尽了孤勇和回忆呼喊出了这个名号 而后直接狠狠的率军凿向前方 水神贡公台谋贴了一眼这边的气机交错 而后亚裔 沉吟了下 收回右手 没有动手 没有提前出招 只是老部中府须疑惑 道奇怪 我怎么好像听到了书的惨叫声 不应该 不应该啊 要不过去看看 好生嘲笑一番 老部周灯石一动 可看了看旁边的蛙黄 想到当年那一节 乐子人也没了看乐子的心 啊啊啊 要死要死要死 卧槽卧槽卧槽 老部周救命啊 书弟老爷子和霍去并同成一计 在浊气拉扯出的空间当中死命地凿川突破 背后的每一个精锐都是北海神代海域挑选出来的精锐 实力强大恐怖 都抵达或者接近神这个层次 惊气神相连 君阵磅驳 化作巨大的赤龙长营 林甲真实不虚 突而天地一片混沌 似乎全部都被笼罩在那风雨女子的树眼里 四方充斥着污浊邪碎之气 或去并怒吓一声 手 八百精锐齐齐咆哮 手 老书弟被颠得差点隔夜饭吐出来 还是双手一拍 胎化一行 那句龙战魂变化 根据精锐当中某一位的血脉 化作了北海玄规 直接抵抗住了这恐怖的攻势 并驻因果不动 过去并气息相连 掌中的汉剑已经更换成了马战大枪 道攻 军魂再变 根据书弟全能 和任何的敌人交锋都永远处于优势地位 无法被克制 无法被针对 没有弱点 神权覆盖 军魂加持 以最善奔袭的名将为核心 以北海神域的诸多年轻精锐为骨干 足以在神代都称之为传奇的兵团 哪怕只是雏形 也重新出现在了这里 过去并手中的长枪不断地刺杀 将浊气敌人一一地斩杀 故而抬眸 那一双锐利的眼眸看向前方 看到那风雨女子的尸体之后 一鸣双鬓斑白 浑身默染 有先天八卦之气息的男子正在飞顿 过去并眼眸一变 如同当年把匈奴王停端了 顺便把那些什么大人物剁了一样 本能察觉到对面是大鱼 书弟隐隐觉得不对头 头皮发麻 按住少年肩膀 揭拔道冷静 冷静啊小崽子 想想看你长辈怎么说的 少年正住 舅父是怎么说的 他回忆 而后缓声道 大阵交锋 与较长斗计 疼我转移不同 长枪列阵 敌一乱枪次来 我自乱枪还去 堂堂正正 穷寇莫追 追则有获 全军为上 破城为下 舅父说的对 书弟松了口气 而后看到那少年脸上浮现灿烂明朗笑容 像是高三逃课出去打群架的不良少年 可惜我从来不听我舅舅的 书弟 无声你特么 未冤 你博物馆里到底都是些什么莽夫 莽夫博物馆吗 纵马狂奔 这马乃是杀气所化的龙马 心意合一 背后精锐狂奔 书弟眼间 一眼认出来了前面那存在的跟角 乃是浊气一地 天机对应的浊的化身 而或去病简直就像是嗅到了血腥味道的鲨鱼 或者说看到奔跑骨头的阿哈一样狂飙过去 看样子似乎是打算直接从后面把浊气浮吸的分神爆了 书弟都呆滞了这小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吗 这小子是指南车转世吗 那老银币都遮眼气机推眼八卦了都给他找到了 卧槽 卧槽 这年轻人 卧槽 或去病纵马狂奔 哭而抬手 高呼 射 冰魂再度变化 书弟觉得自己似乎是变胖了点 而后看到一只巨大无比的凤凰鸟升起 每一名北海的神代精锐都将手中的长枪抬起 握在手中 叙事 而后伴随着或去病的动作 猛地抛制出去 一瞬间天空暗淡 一支支散发出恐怖高温和明亮光芒的长枪洞穿虚空 撕裂苍穹 直接锁定住这不善战斗 只是遮掩因果的浊气伏析分身 而后轰然砸落 洞穿山岳 在大地上砸出了巨大的裂隙 让岩石融化 让天空云雾消散蒸发 那道浊气伏析的分身未曾承载太多力量 不得不放缓速度 而或去病已经瞬间赶上去 从后方看到了前方的浊气身影 不知道为什么 很想刺死他 引号点 过去病心中生起念头 一枪旋转刺出 后脑勺直接爆头 而在此刻 天地之间突而一阵翻滚沸腾 隐隐然有无比压抑之气息浮现 压得苍生心里沉甸甸的 台眸看到一片昏尘 却似乎又有高大身影若隐若现 存于其中 贡公抬眸带着一丝丝丸味的笑意 结束了第897章论道之末 天地前来 天地之间 棍盾一片 而已经有许多敏锐些的生灵察觉到了天边那苍穹浩瀚 隐隐约约看到的一道身影 高大无比 巍峨雄伟 仿佛支撑着天 支撑着地 仿佛世界的支柱 星河随之流转 这 这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瞪大眼睛 看到这恍惚似乎曾看到过的画面 一时间如遭雷击 猛然站起 嘴唇颤抖 却又说不出话来 您看到了什么 旁边有年轻的生灵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些许的轮廓 不知道其跟角 不知其传说 只是觉得苍茫浩瀚 仿佛有什么东西压在心头 沉甸甸甸的一片 让人手脚颤抖 不受控制 我 似乎是在年幼时候看到过他 这位老者环顾周围 面容浮现恭敬和不敢置信之色 他的白发苍苍 眉宇都垂落下来 腰之弯曲 是一位已经上了年岁的玄规 这样一族的实力成长缓慢 但是寿数却是极为漫长 他喷难道 那时候 是天崩地线的大姐啊 天上流动着雷浆 地上的火都不会熄灭 烧着魂魄都疼 然后天就这样一下砸了下来 我那时候方才是数岁 只觉得必然死于此劫 便看到这位尊者抬手称天主地 生生将天地重新分开 天高一寸 他便再长高一寸 地后一分 他就又变长一分 神通代事 只可惜 那一次之后 大地上的生灵都再没能见到他 我没有想到居然在我死前还有这样的缘分 权规不绝对语气苍凉 您难道 那毕竟 已经是六千余年前的事情了 六千余年 旁观之人无不骇然 突而听到了一阵阵轰隆隆的声音 抬起头 看到了天地昏尘 不知道上下左右 不见十方内外 混混顿顿 无有形体 共攻双手食指交叉 嘴角微微勾起 轻声自语道 来了 悬黑其收了的空间内 除去魏渊 早就没了还站着的 在这柄巨大的战斧面前 众生平等 比起玄奘当年的众生平等 更加地平等 不过 还不够 这些浊气 魏渊没有彻底碾碎他们 没有将其彻底化作鸡粉 本来还打算要留下个活口 顺便抓个尾巴 但是随手补算了下 就看到了祸去病那边发生的事情 当即没了这个打算 呵 没有想到 因果之道的原始天尊 最擅长的居然是进战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啊 还有一口气的浊气之行 恨恨地道 老谋身算的阴狠毒辣之辈 无耻之辈 我呸 为渊嘴角勾了勾 感谢夸奖 你还是第一个夸 我有脑子有谋略的 浊气之行 无声白发道人擒着一丝冷淡的微笑 以盘古化身之躯 双手握持神话级别战斧 缓缓叙事 轻着二气不断汇聚流转 他的身躯仿佛越发高大 双眼当中一只倒映着万古苍穹 一只倒映着因果岁月 而后 这丙战浮猛地横扫而过 并非是斩断血肉 而是斩断因果 轰轰轰的巨响声横扫过整片天地 荡泊恐怖 众生抬头 看到一道森冷的寒芒扫过天地 于是先前没有氢气和浊气 没有天地之分的混沌 刹那间被分开 被这一道森冷的寒芒分开 一部分上升化作了天 一部分下降化作了大地 而那高大神圣的雄伟身躯 立于天地之间 白发垂落 双手持拿战斧 双瞳幽身 这一巨大的身影缓缓消散 双目隐隐然化作了大日 明月 最终似乎只是一个幻梦 那高大的身躯消失不见 天地之间 唯独一道寒芒撕开昏晓 是天地兼第一道光式的 而玉须公 正在这一道光芒中央 位列于天和地之间 白发道人平淡落座于蒲团之上 就袍一扫 直接将青灼二气 全部混沌收入了秀礼乾坤当中 包括有那些灼气神魔的灵性 刚刚扫了一眼 没有看到那灼气浮熙 他需要从这帮神魔灵性当中 寻找问题的答案 以及 还给浮熙一个人情 周边星辰起落 云气流转 坐下蒲团纯黑 仿佛灼气大地 青灼合一 妙不可言 众生皆震撼于这仿佛是开天辟地 盘古散去 天地处分 而原始归来的一幕 将这一幕深深地映入眼底 而这一刻 白发道人微微脸眸 感觉到自己在当年 在那个时代的众生眼中称天主地的烙印 终于和现在的原始天尊合二为一 和过去的联系越发紧密起来 道人忍住欣喜 神色从容 平淡道 论法为道 修身之本 言武为数 护道之机 仍旧从容讲述道法领悟 而在此刻 共公眼眸微微闪动 考虑自己现在能否正念蓝下方才那道人霸道一击 诚然 这是因为对方手中的兵器处于轻酌共存的状态 那一招又是在狭窄被封印起来的因果环境当中 所以这一招就相当于在密封真空的环境里瞬间击破这个封锁 让外界的空气疯狂朝着内部涌动冲击爆发出的力量 是比这道人正常的水准更高的 但是这不妨碍他认真考虑自己接下这一招 只是共公也想不明白 那些浊气以前明明精明谨慎得很 为什么这一次会想要在狭窄空间 甚至于没有因果的区域和这莽夫来一场拳对拳的肉搏 无法理解 难道说浊气之行有着独特的寻死美学追求 布周山双手缓缓攥紧 一双眼睛紧紧的盯着那边 双目亮起 可恶 这家伙 这家伙 好羡慕啊 布周山老伯心中呐喊 为什么 为什么老夫称天主地了那么多年 都没有这么有逼格的一个出场 为什么 为什么老夫这么多年苦心 竟然就只是换了一个乐子 引号点 不公平 这他娘的不公平啊 只有白衣少女情这笑意 手里的奶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换成了一杯冰镇柠檬水 奶茶喝多 口里会腻 喝杯柠檬水姐姐腻刚刚好 张若素手里的酒壶倾倒 面容呆滞 酒壶里面的酒水孤独孤独往外流 张若素 停止响应点X 这什么这小子草 称天主地 这小子是打算当盘古 啊不 他根本就已经被当作是盘古了吧 老道士被连番打击 心中竟然生起了一种逃避现实的感觉 好吧好吧 被同道坑了心里会有反抗之心 但是被盘古坑了摆烂随意吧累了毁灭吧旁边的李太白看的目瞪口呆 目眩神迷看向旁边那呆之中的老道人哈哈大笑道道友也无需要如此的失神 这人世间事情千千万万 多有玄妙万方之事 每逢大事有进气 这才是对啊 这剑侠喝多了酒 看着那边天地洞开的画面 脱口而出涌叹道 烈缺霹雳 丘鸾崩催 动天时飞 轰然中开 唯有想到 今日还能见到如此的神仙怪事 不知道 老道士你是何等职位啊 金山剑侠相当熟落地拍着老道士的肩膀 勾肩搭背 毫无疑问是个社交恐怖分子的性格 那时一点隔阂都没有 顺便还带着些醉意把老道人的发迹给弄乱了 一脸懒散 老道人看着眼前一幕幕震动三观的事情 下意识开口 下意识回答 我 玉皇大帝 青年居士 无声扑扑扑扑扑 呛着了 扑扑 我 天王保命护心丹在哪 坐地日行八万里 那道人一句言出法随 直接把所有归虚行走的法宝都扒了个干净 让他们被大帝和山外送出去 一开始还能够隐隐约约听到了远处传来的讲道声音 后来只能听到风声呼啸 最后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苏可儿面色苍白 只觉得这一次实在是亏大了 但是也算是勉强和这位大能交手了一次 嗯 交手了一次 隔着八万里被人直接缴械 连法宝都给收走了 苏可儿眼前苦涩 强行打起精神 而后摆下阵法 遮掩气息 向直接负责他的规虚阵手回禀情报 很快眼前就出现了那位身着黑衣的阴冷少年 苏可儿行了衣礼 后者皱眉 道 为何在这里 不是要你等去玉虚弓听到吗 苏可儿勉强把事情的精力说了一次 那少年的鹅角抽了抽 没有问收获 没有问伤亡 脱口而出道 法宝没了 是 没了 全没了 苏可儿点头 只觉得肉疼 化身为少年的归虚之主晃了晃 只觉得肉疼得要死 两人心底同时闪过一个念头 我的灵宝 是我的灵宝 归虚之主身子晃了晃 只觉得本来就因为某个莽夫而贫穷的家业月发地雪上加霜 勉强维持住了面色不变 缓声道 还有何事想要禀报 苏可儿沉思了下 回答道 不过 虽然说只是短暂交锋 属下也察觉到了对方的些许全能 归虚之主 谋自亮起 缓声道 说 苏可儿答道 其人 擅长的不是莽夫俱立 而是因果 而且其收走我们全能的手段 似乎是和我归虚之中一见至宝有所相似 其名为 他声音顿了顿 达道 落宝金钱 归虚之主神色微微凝固 落宝金钱 是他 伴随着很快平复的骚乱 不周山的讲道归于了安静 纵然众生都心中不舍 那白发道人终究还是停止了说法 无论如何 都不肯再继续说半句话 也有那些本身根基底蕴就足够强大的声明 听得了道门真法 一一纵悦而起 自那山岩之上得了道人先前放下的一宝 就连那清廉居士 也因为性情纵情旷达 不拘一格 虽然没能得了多少修为上的好处 竟然让一把金光蒙蒙的长剑认主 飞来落入手中 灵性十足 让他喜不自胜 最后无论是得了好处 还是未曾得了好处的生灵 都齐齐齐身 带着恭敬 遗憾 以及崇敬齐齐行礼 谢过老师白发道人汗手 未曾多说 也没有如同之前想的那样说上一句 而等下山雾要称呼我为老师 惹下祸来也不要说出我的名号这样菩提老祖式的发言 只是眼眸微锤 看着那些得到宝物而开心的修饰 感知到了冥冥之中得失和因果 宝物不是白得的 这已经和他接下来一丝丝因果 这些都是潜在的锚点 不那么核心 不那么关键 却又是必不可少的 像是美食做菜时候的各类辅料 嗯 用归虚之主的法宝 来做我玉虚原始的人情 结下了原始天尊的因果 这样的话 玉虚原始得到了名望 众生得到了宝物和好处 原始天尊多出了因果锚点 只有归虚之主失去法宝 嗯 只有归虚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魏冤心中玩笑 而这个时候 众生知道老师之念 心中遗憾 却也一一起身退去 却发现那白发道人未曾离开 未曾收了不周山上的玉虚弓 只是平淡落座 似乎等待一人 心中危症 玄疾震动 是谁 谁居然能够让开天辟地的原始天尊等待 很快他们便知道了 金光流转 群星列宿生于苍穹之上 白发道人抬眸 道友 你来了 身着墨衣的青年神色平淡 手持玉霄 已然出现于天地之间 于是群星环绕 万象拱手 天下无敌 大荒天地 赴约 第898章 你太虚了 大荒天地 绝对无双的强者 不周山老伯都站起来 而其余那些生灵 哪怕是没有看到过天地的真容 但是至少知道这群星流转的意向代表着什么 尽都失声 下意识踏前 下意识想要靠拢过来 看看玉须原始和大荒天地的交流 只是却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向前 空间上却在不断的往后退去 仿佛时空逆转 一切无法靠拢 只是隐隐看到那位身着墨衣的青年抬眸 难得主动开口 平淡默然 天尊 许久不见了 天尊 天地口中的天尊 众生心中震撼难言 在听到这句话的下一刻 时空彻底逆转 直接被送出故周山方圆千里之外 群星流转 无言之中将一切的法门都镇压住 无法靠近 无法窥探 仿佛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将他们送出来 就只是为了让他们听到天尊这个称呼一样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坐来冷淡的天地当然不会做这样无趣的事情 只是天尊啊 众生又是恍惚失神 却也知道了那位的真正尊号 不周山欲须公元始天尊 位列于诸天万界之上的巅峰强者 今日又多了一个名号 元始天尊 李太白捂着自己的心口 作为半鞭儿的道士 这一次冲击太大了 帝俊夺步而来 垂谋威廉 只是在九十岁老翁老丹面前停顿了下 不带多少情绪的询问道 你也老了 博扬 李耳 自博扬 只是这个字已经渐渐没有人能够有资格呼喊了 老者感慨叹息 道 当年在都城之时 有赖于先生点拨 帝俊平淡道 无妨 无我 你也可以走出这一步 老丹抚须 而后玩笑道 只是 丹尚且不知道 该称呼你为隔壁懒散读书的先生 还是楚的东皇 亦或者我大周浩天 还是说山海经中记载的天地 帝俊平淡默然 那我该称呼你为道祖 还是西州藏书阁的李耳 老丹 后人口中的老子 还是当年赤着脚爬入我园中 切花摘果的顽皮少年 老丹放声大笑 难得放松 拱手一里便不再说话 只是遗憾许久 当年少年 也只剩下单一人了啊 张若素和李太白酒壶已经打翻 酒水哗啦啦地流下来 落入悬崖之下 张若素点X 停止响应 李太白点X 停止响应 水神共攻抬眸 右手隐隐握着了长枪 但是出手半招 被帝俊右手扣住了枪锋 无尽波涛 淹没天下 却被控制在群星万象 引力撕扯当中 不得丝毫涌动 池力未曾全部恢复 再等三千年 水神共攻后退了半步 右手虎口已然撕裂 布舟山老伯双目忧深 注视着天地 天地嗓音平淡 往日心性不定 历经万劫 老爷子却还是如旧 倒也是佩服 布舟山嘴角抽了抽 你小子是不是在内喊我 是不是说我这几千年来还是乐子人 谁他们让你说实话的 布舟山敢知道周围那无边恐怖的撕扯引力存在于帝郡身边 仿佛一瞬间就可以让自己此刻状态的宫体坍塌 湮灭 在无数星辰之力的拉扯下化作飞灰 嘴角抽了抽 高温 混沌 暴虐引力 禁锢 混沌风暴 这还只是自然具备的力量特性 比六千多年前更强了 已经直逼当年的魂天全胜 恐怖的家伙 最后帝郡锤眸看向此刻失去记忆的白衣少女面前 右手龙鹿袖袍 眼眸微锤 奇迹幽深恐怖 布舟山和水神共攻下一时踏前半步 却看到那位苍茫恐怖的天地微微附身 视线和少女平起 手中提着一个高点 那种冷漠淡然如同浩瀚星空的嗓音大概率柔和了那么一点点 嘴角有了一两个像素点那么大的上挑 礼物自诸天万界之处寻找到了滋味玄妙的果实 虽然需要三千年生长 三千年开花 三千年结果 三千年成熟 却没有什么法力伶俐 只是味道好 不过吃过此物的话 之后一段时间会吃什么都觉得不甜 布舟山惊恶 你什么时候会做点心了 帝俊平淡道 我找到了一个厨子 老布舟恍然 哦哦 我懂我懂 水神贡公点头 原来如此 布舟山老伯觉得自己和这个扑克脸天地有了共同话题 道 那么你这个厨子的饭菜应该很好吃吧 帝俊木人摇头 不 最难吃 最 他具备有把一切美食 用各种方式都制造成焦炭的力量 布舟山 无声天地平淡道 但是本座发现 只需要逆着他的操作方式来 避开他说做菜的顺序和手法 就可以规避一切让这一道菜变得难吃的方式 得到虽然不算顶尖 但是味道相当不错 口感绵密清爽的食物 老布舟山呆滞 阿这 全部 他想了想 拍了拍帝俊的肩膀 道 苦了你了 你也不容易啊 天地看着白衣少女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平淡的走向欲虚宫 周深窍学如同有一个个星辰流转 显现出大日坍塌 宇宙毁灭 星辰流转 黑洞 大爆炸等等诸多的异象 似乎吞噬万法 又能湮灭万物的恐怖 布舟山和贡公同孔收缩 而白发道人垂眸 腰间的长安剑名校 却连名校都被压在剑窍内 布舟山看着那边的天地 又看了看吃这点心的少女 显而易见这点心的味道很好 老伯凯叹一声 道 真的是 大概是觉得自己当年未能够及时赶到 所以心中始终愧疚 但是却又偏偏不道歉 宁愿到处跑来跑去做这些事情 也说不出口一句抱歉吗 贡公想了想 道 大概 天地是不能错的吧 布舟山感慨道 这在人间界 应该是那什么所谓的傲娇 天地一步一步走上了布舟山 站在了玉须宫前 此刻诸多意象已经收敛 无论是不在此界之内的玉须宫小世界 还是说布舟山 都没能阻拦他的脚步 伟冤古怪的看着帝郡 道 真是一份大礼 他说的是天地主动帮忙宣扬名号的事情 不过 你大概不擅长做这样的事情吧 毕竟 太死板僵硬了 一般不得要互相夸赞一波儿 然后再谦虚谦虚的吗 天地平淡汗手 扫过眼前的白发道人 道 不错 而后又摇了摇头 淡淡道 可惜 身着墨衣的青年辅国欲销 道 英国知道潜力确实是不错 但是我本来以为 你会走到倾向于近身交锋 或者万劫不灭的路子上的 那样的话 和你自身的战斗方式结合 必然比现在更强大 英国终究不擅长战斗 这是一个巨大的短板 不过 方才那一幅还是不错 值得称赞一二 为冤嘴角抽了下 垂眸看向那边的白衣少女 道 你给他送点心的话 不怕福西那边生气吗 天地平淡且理所当然的回答道 他打不过我 所以随他怎么生气 祭死最好 白发道人无言以对 仿佛一句话梗在喉咙里 这句话 真的就和天地当年那一句 这片竹林都是我的一样 让他彻底没有脾气 无法反驳 只能说天地就是天地 不是白来的称号 墨衣青年眼眸垂落 看着白发道人 最终也只是首辅欲销 道当年约定第三战还记得吗 道人点了点头 当年约定的是全力以赴的战斗 为此 大荒天地还在他第一次出现在大荒的时候 强行帮助他建法再度突破一个关爱 为冤玩笑道 比拼实力 要不然就和当年玩笑的一样 比一比除一 什么做饭天下第一难吃之类的 不要看我这样 我其实可以复刻天下做饭最难吃的人的厨艺 天地平淡道 你若是有兴趣的话 之后可以 但是第三次 已经约好了 全力出手 今日前来 本来是打算试试看你的成色 至于结果 他声音顿了顿 道 作为走因果一路 且未曾凝聚道体的话 尚可 不算是让我失望 这数千年的等待 算是值得的 等到你什么时候能够将那一副随手使出来 再和我战斗吧 天地不含有多少的感情色彩 道 毕竟道体未成 又才刚突破 现在的你 太虚了 未冤 无声捧不住了 道人嘴角一抽 还是道 那可以先提前定下第三轮比斗的约定吗 最后一局 想要把羽王捞出来 而提前定下这件事情 帝君当然会保护住羽王在这一段时间不出事 帝君似乎早有预料 看着他 汉手道 刺文命活得很好 你我比完第三局 不管输赢 我都会把他放出来 所以这第三局最后的赌注 你可以慢慢的想 不必着急 道人心中松了口气 询问了羽王此刻的状态 闲散交流了一会儿 而后沉吟了下 道 我还有一个问题 已经想了很久 他看向前方的墨一帝君 道 既然是天下无敌 那么 不知道当年大劫的时候 你在何处 不周山崩倒 蛙黄陨落这些事情 都没有看到你 帝君语气不变 只是双眸微脸了下 道 这正是我来此的原因 既然已经走到十大这个层次 潜力不错 橙色尚可 也该让你看一些东西了 他抬手指了指天穷 道 譬如苍天更高处 比如 群星之外 白发道人早已经想要知道这些东西 缓缓汉手 吩咐贾义将张若素等人招待入了玉须宫 而他和帝君离开 转瞬之间 星光为桥皆引 很快就离开了大荒的大地 乃至于是诸天万界之外 来到了群星所在的区域 看到一颗颗浩瀚巨大的星辰浮动 散发出棒驳恐怖的力量和巨大的撕扯力量 而天地动作不停 这一瞬间 那无尽的星空仿佛凝固住 诸多的色彩变化的越发深刻 而灵性的自我似乎被剥离 眼前出现了一座门 群星之外 道人沉默了下 推开了这一扇门 而后看到了卓 第八百九十九章天地 人间界博物馆 绝轻轻哼着歌谣 一边看书一边思考着自己 要不要装模作样去一趟不周山玉虚工 多少去一去 毕竟要把情报交给归虚之主 对方的实力很强 自己现在早已经把来自于姐姐们的全能分回去 左卫星王母只剩下个名头 未必能够彻底掩盖住归虚之主的补算 还是谨慎歇地好 翻过一夜 空而觉微微一正 感觉到了气息的变化 神色不变 只是垂了垂眸字 反手至绣中取出一枚玉符 正是归虚行走的证明 其中隐隐有福路有走 说曹操曹操到 觉把书收好 左右看了看 走到了未冤的境势 布下了层层阵法 遮掩了自身契机 又以流风流转 压制住了因果天机 这才并止轻轻点在玉符上 让上面的灵气流转 一层层的符文亮起 周围画面幻画 仿佛再度前往了归虚核心之地 看到了前方那神色阴冷 少年模样的归虚镇守 归虚霸主掩藏了自身的真容 一双眸子幽深 看着出现在此地的清冷少女 自属下禀报之后 她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后来又让苏可儿 重现了当时的画面 心中就越发沉了下来 作为曾经多次使用过的法宝 她可以断定 那与虚原始所用的手段 有七成可能性 就是落宝金钱 而落宝金钱之前 已经交给那个 颇为出色的归虚行走 她心中微沉 隐隐有种预感 觉得自己是不是成了冤大头 是否是无意中 做出了自敌这样的行为 看到这清冷少女依旧如故 归虚之主隐藏了自身的情绪 道 你未曾去步中山吗 绝神色不变 语气清冷道 不曾 为何 难道有什么事情 彼此番任务更加重要吗 因为今天不是很想出门 有想要看的番剧要开了 嗯 是福特加娘娘大力推荐的 少女心中默默回答 然后面不改色 语气清冷疏离道 因为此刻前去 才是最为愚蠢的下策 不 绝嗓音平淡 拈起衣驴并搅黑发 淡淡道 欲须原始自然不是简单之辈 其天资聪颖 资质过人 意志坚定不拔 却也不乏小心谨慎 虽如此 也有那种堂皇正大 勇往精进之心 绝非是可以小觑之辈 她声音顿了顿 注意到自己的语言似乎还在夸奖阿渊 右手握拳 白生生的手掌抵着下巴咳嗽了声 面不改色转移话题道 如此聪颖之辈 既然开辟道场 广传大道 自然不会忽略其中的危机 自然会对出现之人有所准备的手段 故而无认为 此刻去并非是上策 若是我想的不错 归需应该有精锐小队已经去了 并且吃了不小的亏 是吗 清冷少女抬眸 眼眸里冷淡疏离 和旁人在博物馆里看到的 会擒着笑看书 煮茶 裁剪花朵的温柔少女完全不同 毕竟是西王母带着在一位为人节旁边经历过的 归需霸主反倒是被将了衣军 面不改色 只是府长笑道 所料不差 厉害 少女平淡道 寻常事而已 毕竟阿渊的性格 那么自信出发 肯定挖了坑 我可不想要被他买起来 少女心中默默补充 而后平淡道 既然第一次的归需行走已经败了 想来欲虚原始的防备会有所下降 此刻便是最佳时机 不求其大道 只寻其根基 归需霸主汉首道 不错 他是真的生出了些许的爱才之心 只是可惜 若是此人没有背叛他 归需该多好 他带着些许遗憾 一边已然暗中提起了棒驳恐怖的力量 一边风轻云淡地道 不知道你的名字 庄裕 照你只是思索了一瞬就已经回答 庄裕 双裕 好名字啊 那么 我且问你 若保金钱在何处 归需霸主呼而贺问 已经抬手 棒驳巨大力量让整个归需都似乎随之而动 让吞拿清卓二级的归需大贺都缓缓停止 带来了无可匹敌的力量 就要将这和清冷少女利弊当场 被叛者 此 直到少女随意弹出一枚铜板耳 当的一声 铜板落在桌子上 逼溜溜打转 归需之主的气势戛然而止 右手抬起 欲压不压 受了也似乎有些尴尬 沉默当中 少女抬眸 那一双清冷成澈的眸子 看着归需之主所化的少年 然后双手食指交叉 抵着下巴 道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归需霸主还没有找到理由 少女就已经反手抛出一个理由 要买回去吗 归需霸主沉默 点头道 确实是 此刻也只有这样了 她想了想 缓声道 我出五十万功勋 这是比起正常归需 兑换价格便宜了些的价格 但是整体而言 符合行情 符合归需的 砍价还价的范畴 少女想了想 看了看归需之主 回忆这家伙过去的所作所为 伸出一根手指 十万吗 归需之主神色缓和 觉得这少女还不错 清冷少女双眸微抬 嗓音清冷道 一百万 归需之主 无声少女只肩旋转着那一枚落宝金钱 只觉得今日阿渊没有将这东西带走真的是好事 否则的话 自己大概率不是归需之主的对手 会被她打落到诸天万界 或者被捉起来 那里还能像是现在这样讨价还价 讲到方才归需之主暗中提起的力量 少女吐出一口气 屈指一谈 若饱金钱翻转着飞起来 就像是上午为冤交给她时候一样 因果全能被动 使得对自身有利益的事情会大概率发生 并且无意识规避一切对自身有损害的事件 执掌者 欲虚原始天尊 这事 卓白发道人缓声开口 一双眼瞳道引因果 看着前方所观测到的地方 很难以用语言形容 那首先是大团大团以肉眼无法观测到的云气 每一缕都仿佛能够消融魂魄 跨去海谷 再然后 便可看到更深层次的存在 那里有着无比恢弘却又和常理相违背的建筑 有着道悬在苍穹之上建筑下来的巨大的塔楼 上面有着繁复而美妙 仔细去看却会让人心中恶心欲偶的花纹 奔走的山脉本是宏大 却突然腾起 并且在山峰处化作了赤折上半身 一只手握着斧头一只手握着凿子的壮汉 四在嘶吼 云气奔走一散 流动的雷霆在大地上仓皇逃命 大地之上生长冲天而起的巨大黑色树木 散发污浊血液的气息 结出的果子却都是一张张人脸 如同道悬着尸海 而且极端地巨大化 连一极台阶的高度都要超过三米 有的甚至于五米、十米 层层叠叠 极端恢宏浩大 营造出了既神圣又污浊 恢宏而却带着荒谬邪义的特性 白发道人微微皱眉 不需要帝俊再开口介绍 作为新晋的十大 他已然感知到了那边 卓士 而且必然是卓士的核心 但是旋即而来就是一个个的问题 天地一身墨衣 微微厚仰着坐在了座椅上 神色平淡地俯看着前方 背后是浩瀚星河 是诸天万界 前方则是卓士核心 中围近数都是虚空 是类似于人间界 所谓的黑洞区域般的恐怖区域 地裙平淡给自己侦查 端着茶措影 暗金色的双瞳俯看着前方的卓士 隐隐似乎有猙獰恐怖的凶神嘶吼咆哮 以天生对于轻视生灵来说 具备有压迫性和污浊特性的语言怒吼 却丝毫不敢踏出边界 魏冤道 这里是卓士 你应该能看得出来 帝俊回答 白发道人也坐在旁边的主椅上 看着前方 道 但是我听说 浊气是在下方 帝俊淡淡道 那大概是未曾解释清楚 下不代表人族或者其余生灵观测的下 醉骨之初 谁传道之 上下未行 何有考之 什么是下 又什么是上 那里那么简单 所谓的下 不过代表着的是基石 甚万物的基础 也就是说 根本无所谓十方内外涉及的上下 此地 亦是卓士的区域之一 或者说 核心 魏渊缓缓汉手 卓 是什么 帝俊道 很简单 相反的东西 世界的基石 和你我对应的存在 也是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颠覆目前秩序的世界 伴随着平和的语气 魏渊发现背后的浩瀚星河一点一点亮起流光 而前方的卓士则是逐渐内敛 这个世界都仿佛化作了一个巨大无比缓缓运转的阴阳鱼 哪怕是生灵死后诞生的灵魂 在世俗所谓的游魂鬼物 也只是属于亲戚之事的 接触卓士的瞬间就会湮灭溃散 而卓士的灵性则是代表着基础 他们对于亲戚的承受度要高许多 卓士的环境并不美好 卓士出现的事情 都会以某种方式倒影在了卓士之上 并且加诸于某种作用和反馈 那里的一切都不得自由 或许亲是一场雨 映照入卓士便是波涛汹涌的洪流 若是以拳脚来比喻 亲戚之事为何会孕育出诸多神魔 为何诸天万界 如此庞大的力量散发 却又不曾断绝 周围的世界也不曾毁灭 是因为亲戚的灵气基础 都是从浊气之事抽调而来的 而亲戚之事遭遇到的冲击 则是会泄力的方式扩散到浊视 这就是所谓的亲戚在上 化为万物 浊气在下 以做基石 亲戚之事不会因为交锋 而出现巨大不可避免的破坏 也可以拥有源源不断的灵气来源 而相对应的 亲戚之事强者陨落之后的力量 星辰湮灭后的湿海 乃至于大道崩碎之后的法则 都将会涌入了浊视 作为浊视的补义 以及如同你我这样 步步生死 开辟出了新的道路 不知道多少劫难 而浊视将会以基石的身份 自然而然的得到对应的路 地峻拂袖 而亲戚之事演化的阴阳于缓缓游动 如此一来一去 已成大道自然 这便是亲戚之事的基础 亲戚的灵气来源于浊气之事 浊视的根基来源于亲戚之事 亲戚之事受到的伤害和冲击 将会直接由浊视承担 亲戚开辟出的大道 也会自然蔓延到浊视这个世界之基 真的就如同阴阳于一般的流转不休 无穷无尽 极为稳定的状态 帝俊平弹道 浊视的灵 不愿承受被抽掉灵气的冲击 也不愿意在永远跟在亲戚之事的后面 更加无法接受被动承受亲戚之事传来的冲击 所以想要打破这样的状态 他们确实有足够的理由 魏冤道 他们如果如愿 会发生什么 天地抬谋 回答道 清卓之事道观 往后不说 第一次的冲击足以湮灭亲戚之事超过九成九以上的生灵 剩下的那部分也会在之后的短暂时间内一变成为怪物 在疯狂之后死去 魏冤缓声道 所以在那两次大劫当中 你镇守在这里 没有让卓氏彻底和大荒昆仑接触 以一己之力 横压卓氏 庇护苍生 他有些许震撼 帝俊的时代 何止于万年 这万年 乃至于更遥远之前 他就将卓氏的力量压制在群心之外 并非镇压 也不是所谓为了苍生 不必将这般大的名头灌在我的身上 帝俊不至可否 看着那恢弘浩大 恐怖邪义的卓氏 语气平淡遥远 阴阳流转 本无定理 其实 氢气上升 浊气下降 并非是固定之事 漫长岁月之后 自然会化作氢气在下 浊气在上的局面 以令世界回归原初 而后重新发展道路 这便是济缘之解 这一上一下 轮转不休 本来就是大道 天地微微后靠 而后道 只是 我不喜欢而已 因为不喜欢 所以就直接以群星万象震压卓士在外 因为不喜欢 就降下了群星列宿以为屏障 魏冤无言以对 帝俊抬了抬谋 道 难得来了 用你们人间的说法 来都来了 御霄指向前方 要不要去卓氏里看看 第九百章礼物 来都来了 去卓氏一次 魏冤转过头 看着那阴晕着邪义 恐怖 有着破灭气息的卓氏核心 颇为心动 魂天的尸身还在那里 以及 厚土的踪迹似乎也与灼气之事有所关联 最重要的是 身边有天下第一在 足够保证这一次的安全 白嫖一个顶尖站立 白发道人微微汗手 道 来都来了 帝俊垂眸 手终欲销隐意一抛 绿色流光陡然间大量 化作了一座横跨亿万里星河的桥梁 平淡道 走吧 这样足以短暂遮眼镇压住浊气 让我可以短暂离开 魏冤看着这样举手投足便是惊天动地的手段 道 那边无法察觉吗 帝俊汉手 彼此也算是争斗了不少的时间 他们当然会察觉到 他嗓音平淡 但是他们不敢赌 魏冤无言以对 哪怕是猜测出了这边的情况 只要没有足够的把握 卓氏的强者们就不敢赌天帝不在这件事情 换而言之 是不是敢赌的勇武莽夫们都被杀绝种了 剩下的全部都是从心的那种 这算是什么 人为选择敌方特性 要去做什么 白发到人摇了摇头 追上天帝 而后随口询问 他可不相信帝俊会突然说要去看看这里没有更深层次的理由 如果说老布周的话 那他就信了 可毕竟天帝和老布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他不是乐子人 天帝平淡道 你太虚了 帮你补一补 钻石鹤里 魏冤面色一呆 然后看到帝俊回眸 嘴角似乎有了那么得用显微镜观测的上挑 而后语气不见起伏 平淡道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亲戚这边的十大巅峰 或者说走出新的大道的人 在大道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也就会直接在卓氏那边留下痕迹 而后会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卓 也只有十大巅峰会有对应的存在 从其余部分来看 双方只是存在的基础是相对相反的 并不是彻底的对应 你既已经踏足这个领域 那么也就代表着和你相对的那个因果 也会孕育出来 为冤垂谋汉手 这一点他早就想到了 也已经有所准备 打算靠着伏羲再阴了对面一手 灼气因果 喝 帝俊淡淡道 这也是为什么 对方会不顾一切选择对你出手的理由 毕竟 你走出这一步的时候 卓氏已经诞生了对应的反馈 大道已经留下痕迹 烙印已经完成 这个时候杀死你 掌握因果的灼气同样会诞生 而且那个时候 就只有他们那边诞生的那个踏足了因果 独一无二 二来 你现在确实不是全胜 给了他们可以成功的机会 第三 这也是他们强大灼势的方式 魏冤挑了挑眉 灼势变强 天地汉手 道 如同之前和你所说的那样 清气之士和灼气之士彼此互存 互有交换和得失 清气之士受到伤害会倾斜到卓氏 但是清气的强者陨落 其根基和力量也同样会反馈到卓氏化作那里的底蕴 魏冤明白过来 缓声道 在清气之士杀死强者 卓氏受到对应的破坏的时候 又得到了极为强大的底蕴 是 天地解释道 其实这遵循最基本的强大方式 破坏原本结构 给予更多的纯粹能量 令其修复 使其更强 如同人足断体 撕裂肌肉 补充能量 身体痊愈的时候就会更加强大 无论是最基础的断体 还是说氧气吐那都是如此 这是最基础的道理 卓氏那边就在以这样的方式掠夺清世的底蕴 一个十大巅峰的陨落 画作的根基涌入卓氏 足以让卓氏瞬间变得更强 演化出更多的神魔 前来此地掠夺清世的力量 然后再活得根基底蕴 演化神魔 这是此刻卓氏的风气 而不顾其余的一切 换言之 若是真的杀死了你 哪怕是为了让你的根基更快的融入卓氏 他们都会主动性地破坏清气之事 以此来在卓氏根基上创造出裂口 纯粹的掠夺性的世界结构啊 一旦中间有一环断开 就会遭遇反噬吧 白发道人道 真是 疯狂 帝君不治可否 这次就是带你去 看看能不能找到对应的因果 而后 若可以在你未曾凝聚道体的时候 就把这着实对应的因果根基本源融入体内 再去走道体 便不只是原始道体 而是阴阳合一的状态 根基更强 阴阳合一 尖天诸神无有性别阴阳之分 白发道人一正 而后脱口而出道 那我不会变成失去男女阴阳概念的状态吧 那还怎么大婚 尖天神灵没有性别之分 要是被福西那老银币按 搓搓一发颠倒阴阳 不嫌造化 那不是得在正常阿渊身上 再分出一个白毛大美人的女阿渊吗 至于福西会不会做这种事情 阿渊阿 你也不想要另一个自己嫁人吧 引号点 曹 要不然还是先把福西干死吧 总感觉这家伙一定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魏渊脑海中一个个念头疯狂浮现 嘴角抽了抽 帝君沉默 似乎完全没有跟上这家伙的脑回路 沉默了下 回答 你本就是后天所出现的人族 阴阳已定 虽然本作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大概率不会出现你所猜测的情况 当然 除非你自己愿意 其实你可以不补充后眠那句的 魏渊松了口气 道 为什么帮我 帝君夺步往前 平淡解释道 阴阳合一 混沌原始天尊道体 比现在强 那样的话 打起来应该会顺手一点 魏渊 无声你真的可以不补充后眠这句话的 他看着神色清冷的天地 心中突然生起一个想法 一个本能的预感 来自于原始天尊的判断 你是不是因为一直没能和混天打一架 所以憋着不爽 于是大不了自己再造一个阴阳合一的道体十大 没有对手了 那就自己再造一个出来 当年始终在外欲镇压群星万象的天地会下凡收大义一个人族当弟子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乌迪太寂寞 道人理智帝没有把这句话吐槽出来 只是环顾周围 缓声道你知道在哪里 他看着周围一片污浊的感觉 对于这样陌生的世界 完全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而帝君却有把握带着自己去找因果 不愧是天地 连着是最为隐秘的核心都知道 天地看了他一眼 平淡摇头 淡淡道 不知道 魏冤脸色一僵 不知道 不知道你带着我来这里做什么 吃完饭散不消时顺便壮壮运气吗 天地不置可否道 但是 你是因果 虽然论正面战斗不如祝隆的寄灭 已若欺强 秒杀同皆不如贡功的洪涛 正面强功也弱于不周山的力量 速度逊色于当年疏忽联手的神速 防御不如十一的岁月 帝君语气平淡的说着 语言冷淡 不带有丝毫感情 但是对于当年的白发盲夫 选择了因果这个最不能打的路线的不满 简直是扑念而来 仿佛什么都没有说 却也仿佛什么都说了 最后那暗金色的瞳孔 看了一眼眼观鼻鼻关心的道人 道 但是因果可以让有利于你的事情发生概率大幅度提升 所以 只需要你在这里随意走走 就会自己走过去 找到对你威胁最大的地方 也是对你利益最大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的权能很好用 魏冤 无声你是把我当作人形指南针了吗 他道 那福西和你的交情 帝君看了他一眼 汗手肯定 语气平淡道 天机全能也很好用 只可惜 就是长了张嘴 帝君脚步微顿 看着周围的卓士 看到了道悬于苍穹之上的宏伟建筑 大地上有刻鲁的各类玄妙符文 周围有着棒驳巨大化的神魔行走 散发出强大气息 却无一人见到帝君和魏冤 天地平淡道 选择一个方向 魏冤道 我运气一直都不好 捡钱都捡不到 真的我来选 那好吧 就这里 白发道人还是不大相信自己的运气 随手指了一个方向 帝君主动迈步前行 卓士核心隐秘之处 一身卧衣 双柄斑白的中年男子安静作者 看着前面横贯天穷大地 不知道几万里的巨大烙印 其中纠缠有无数的因果 彼此流转 破灭 纠缠 有着因果混乱 诸法截灭 甚至于因果颠倒 一切秩序因而湮灭的大恐怖 居空中一朵莲花缓缓展开 内部阴晕着如同琉璃般的雪光 其中的创生之力 让本该以万年为单位才能孕育出来的 着快速的出现 那是一名青年 梅雨冷淡 何谓冤并不相同 因为这只不过是代表着概念的基石 而非是直接的复刻 纳梅雨之间充斥着的暴虐和疯狂的因果 本能的倾向是将一切因果逆乱 而伴随着这青年的化生而出 创生之连内部的力量也在飞快的变弱 再继续下去的话 花黄会陷入新一轮的沉睡 而后千年后苏醒 失去这一段时间的全部记忆 尹浩典 很好 纯粹的根基 没有杂志的创生大道道果 尹浩典 中年男子眼眸微脸 孤儿 前方暴虐混乱的因果突然收束 伴随着创生之连的暗淡 青年直接支那数万里乃是于数十万里的天道烙印之中复苏 强大无比的契机流转 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终于出世了 天地万物 无为至尊法 诸多因果 皆在我身 儒雅男子未曾多说什么 只是顺势将创生之连收回来 一双黑铜扫是着眼前的因果 微微皱眉 道 为何 你只是寻常的状态 没有连带着亲戚那边的力量也掌握 若是他死去的话 李运回归 恰好你复苏 而这二者合一 理应是你直接拥有了混沌道体才对 难道说出了问题 儒雅男子心中一沉 以逆反先天八卦这样同样强大诡异 破坏力比起先天八卦更强的力量开始推延不算 看到了眼前画面 得到了浊气神摩羯死的结局 面色缓缓沉明 心中微沉 当即飞退 不对 不好 有存在遮掩了天机 因果 速退 他低喝一声 毫不犹豫转身就要离开 与此同时 遮掩气机 隐藏因果 将自身的痕迹抹去 身法飘渺 踏足于逆反先天八卦之中 仍旧儒雅 带着不紧不慢 带着从容不迫 幕后操控一切的气质 突然 浊气层层破开 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自其中判出 直接从背后按向狂奔的浊气伏析 无数星辰起落生灭 磅驳恐怖的撕扯力量直接定住水火 分开天地 立逆反先天八卦之全能短暂地被控制住 而后手掌直接按在了浊气伏析的头顶 不见丝毫的奇异 背后浊气气击散去 一身卧衣 气质清冷的天地立于其中 卡巴一下 直接将其脖颈凝转过来 让浊气伏析的头直接转了180度 让他的脸和眼睛看向了自己背后 让这位浊气十大巅峰的眼睛和天地的双同对视着 天地双目幽深 嗓音清冷 风轻云淡道 找到你了 给你们了 按摩 节目 做完